温婉穿梳了 穿成了恶毒女配 她不知道老公一直要能听到自己的心声 在老公弟弟的女朋友诬陷她推人 害得肚子里的孩子不保时 温婉在内心吐 就你怀个枕头 还肚子疼怕流产啊 你使劲流 也只能流出个枕头出来 温婉刚吐槽完 就发现老公一家人眼神古怪地盯着自己 温婉 我们离婚吧 温婉头痛欲裂地转型 缓缓睁开沉重的眼皮 她眼里带着一丝迷茫 但很快一些陌生的记忆便涌入脑海 好家伙 我 这是 穿梳了 温婉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对我下药 男人看向她的眼神 如同一把脆了毒的利剑 要将她碎尸万短 离了个大谱 这剧情 怎么和我看的那本 霸总心肩宠的狗血剧情 这么相似呢 她叫我温婉 那我现在不就是这个恶毒女配了 那现在的剧情 不就是正好进行到 原主温婉约男主来酒店 给男主下药 还想将别的女人送到她床上 对情和情绪 温婉刚想要说点什么 宿主宿主 八卦系统大白来报道 绑定了大白 你就能吃遍这个世界 所有人的瓜 吃瓜的同时 你还需要做任务哦 一年时间内 你要拿到 其末一把的喜爱值 不然你就会再死一次 完成任务 你可以实现一个愿望哦 什么鬼 还要再死一次 一想到我前世活生生 被不治之症 折磨致死的痛苦 是真的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喜爱值达到一把 我能要求长生不老吗 可以的 要怎样才能得到 其末的喜爱值 宿主 我只是戏头 不是女人 没有经验 但大致就是撩拨她 让她喜欢你 欲罢不能 茶不思饭不响 夜不能寐 心动值自然会上升的 那不是相思病 直接要了她的命吗 温婉 你真是这世上 最令我恶心的女人 别婚协议书 我会让秘书准备好 你以后不必再回请假 宿主 您的厌恶值 以上升至五十 哪里 靠 怎么还有厌恶值 宿主 大白忘了提醒你 值达到一百 你同样会死 我太难了 有没有搞错啊 才开局就达到了五十 不能怪秦莫讨厌温婉 若换成我 我也会跟她一样 但现在温婉死了 身体里换了个心子 我这个意识灵魂 是无辜的啊 怎么办 按照剧情 秦莫的药性 马上就要发作了 那可是黑市最猛烈的药 没有女人帮她的话 她那玩意儿 即将血管爆开 届时就会变成一个 中看不中用的废物 按照书里的剧情 温婉在她发作时 给她送来了女人 但她宁死 不碰那个女人 最终还真成了废物 血液开始沸腾 燥热 想要掐死温婉的男人 不然狠狠一家 我刚才怎么听到温婉 说了很长一段话 可我明明没有看到她张嘴啊 她说 真正的温婉 已经死了 她身体里装着的是一个意识灵魂 她是不是磕到床脚被撞闪了 温婉 你别再耍花招 温婉看着男人眼里 迸发出来的危险以及增恶 她内心慌得一眼 完了完了 她那里废了之后 性子就变得阴晴不定 颓废消沉 不到一年 就被人嘎了腰子 夺了财产 最后从夜城最高层86楼一月而下 摔成肉泥 真是好惨一男的 不对 不对 我似乎更惨 燕婉纸马上就要达到一百 还要再死一次的呀 该死的女人 竟敢诅咒我 什么叫我最后会惨死摔成肉泥 可真是心如蛇蝎 盼着我早死就算了 还盼着我死得那么惨 秦莫的耐心 已经被温婉消耗殆尽 温婉打了一个寒战 在她大掌还没有完全使劲前 她眼国流转 娇柔无畏地说 老公 我们结婚半年 你却没有碰过我 一直让我守活寡 我不得已才会给你下的药 我只是太想跟你做 名副其实的夫妻了 妈的 若不是为了活命 老娘才不会聊你这个短命鬼 她现在急需女人 我趁机勾引她的话 应该能获得她的好感知吧 园主也是个傻缺 放着英俊帅气又多金的 罢总老公不要 非要去跪铁那个私生子影帝 难怪最后也是惨死出局 温婉搭着胆子 将她掐在她脖子上的大鼠拉开 隔着衬衫 抚摸着男人的胸膛 她在心里嗷嗷大叫 哇 这胸肌 云趁而结实 没有半点坠肉 好想扒开她的衬衫 看看她的八块腹肌 人欲献一定超级耐丝 靠 妈的 我没吃药 怎么都造得不行 这个男人太诱人了 简直逆天了 宿主 危险危险 太伤人了 老天直接来到精雷劈死我吧 老娘做人还从未如此失败 姐姐之前可是在娱乐圈 号称狐狸精棍打紧 将来只有男人往我身上扑的粉 哪还需要自己追男人 我这第一次主动聊过男人 居然不见效果 哼 是可杀不可辱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温婉红唇挑起 非色妖娆的弧度 声音交配 老公 你看起来好热呀 额头都流汗了 你忍得很辛苦吧 温婉 这辈子 我都不会碰你 明天上午九点 我们明正举见 秦莫准备离开 老公 我真的离不开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我他们再求他一次 他应时要赢 我也不求他 反正他是个短命鬼 他的几个弟弟妹妹 也都是炮灰的命运 何况明天他二弟就要 秦莫想要听到他继续往下说 但他的心思却转移到别的地方 既然我要再死一次 明天开始 我要吃遍全天下美食 做个不留遗憾的饱死鬼 原来 他不仅贪财 还是个贪吃的 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老公 我以后一定做一个贤妻良母的 妈的 等好感知达到一把 我要做这个世界的女手库 小奶狗一个接一个的话 将秦冰山这个不见人情的狗男人 踢得圆圆 秦莫看着温婉表里不一的样子 他保存几米 侠没忧生 他身体里真的画了一个一世心子 我怎么突然就能听到他的心声 这种奇怪的事情 真是前足未闻 暂时还是将他放在身边 先观察一段时间后 再跟他离婚 晚晚 不好意思 路上出了点小事故 秦莫要性发作了吧 来点的正是温婉的闺蜜宋清宇 也是他今晚准备送到秦莫床上的女 宋清宇的母亲在秦家当庸人 实际上是顾北辰安插进去的 顾北辰担心温婉太蠢 靠他一个人设计陷害不了秦莫 于是让宋清宇跟温婉做闺蜜 宋清宇有幸隐症 她睡了不少男人 但她最想睡的就只有顾北辰和秦莫 婉婉 你放心 为了帮你完成计划 就算是牺牲我的清白 我也愿意 清白 去医院修复了十多次的人 还有清白可言呢 宋清宇这个人 迫不及待地想跟秦莫上床 只因为他嫌弃之前那些男人 要么时间太短 要么是那里太短 不能得到满足 并且他还悄悄地偷看过秦莫 晒在阳台上的内裤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他居然还能干得出这种事情 悄悄偷看秦莫晒在阳台的内裤 坐在沙发上的秦莫身体 婉婉 我现在可以过去了吗 清宇 你还是先去医院看好眉毒吧 二妻还是有机会痊愈的 若拖到三妻 就很难再治了 听到温婉 纵清宇的脸色 顿时一阵轻一阵子 她是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 我一直在秘密治疗 除了我自己和主治医生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温婉这个蠢过是怎么知道的 可恶 温婉 你爷爷曾经救过我爷爷一命 所以我们两家才定下了婚约 我希望你能遵守婚前约定 半年之后 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 哎 提到老爷子 他也是个苦命的人呐 明明是夜城首富 年轻时娶了三房太太 每房都不是省油的笼 现在他还没死呢 几房就争得死去活了 想要拿走他手里的股份 他哪是什么绝症 明明是有人买通了医生 给他误诊成绝症 每天要他吃绝症的 就算不是绝症 也要被弄成绝症 温婉没有注意到秦墨越来越阴陈的你 他继续在系统里试卦 我靠 秦墨父亲没有掌管秦家集团的大权 原来是因为他当年睡过老爷子的小老婆 父子俩差点断绝关系 秦墨的父亲还指着老爷子的鼻子说 上梁不正下梁外 有其父必有其子 妈的 这话说的倒是没错 那我得赶紧积攒一把好胆子 远离渣打 其实 倒也不必担心秦墨 反正他是个短命鬼 一年后 他就会一无所有 花眼中搭妖子 最后重度抑郁 从夜城酒店一跃而下 被摔成肉脉 秦墨抽了抽嘴角 他有完没完 一个晚上 到底要提醒我多少次一年后 我要惨死 简直是妖言惑众 威严所听 秦墨手里拿着药 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自己在国外学医的朋友 查一下这种药 温婉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 他拿起手机看了 小婉 宋清宇说计划没有成功 你没有给他下药吗 你说过会帮我的 我将你当成家人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吗 小婉 你怎么不回我消息 我最近还要参加一个红糖活动 参加完立马回来见你 回家 切 秦墨的短信 还真是跟他的人一样 看上去冷酷又无情了 好的 亲亲老公 温婉进到主楼客厅的时候 看到沙发上坐了好几个人 温婉一进去 宋飞儿就扑倒秦帆的怀里 眼眶通红 浑身发颤 好像很怕温婉似的 抱红 白莲花开始撞了 客厅里的人 除了秦墨和不能听到温婉心声的宋飞儿 全都一正 老爷子看了一眼秦墨 眼神提示他不要出声 温婉发现众人眼神古怪的看着他 尴尬的笑了笑 他们那样看着我做什么 难不成 他们发现宋飞儿肚子里怀的肿 不是秦帆 而是一个枕头了 秦帆的有色变的 那里面是个枕头 什么鬼 我不信 帆哥 昨天我在花园里当秋千 明明没有得罪大嫂 他却从身后推了我 直到现在 我肚子还疼 我好怕孩子会保不住啊 园主那是无缘无故推你吗 你跟闺蜜打电话 嘲笑园主 土鸡变凤凰 天天农装艳母 丑人多作怪 嫁进来半年没怀孕 说人家是不下蛋的鸡 嘖嘖嘖 说话那么难听 人家不推你推谁 就你怀个枕头 还怕肚子疼流产呢 你使劲流 也只能流出个枕头出来 诉主诉主 按照剧情发展 秦帆那个恋爱脑 等会儿还真将人送去医院 恰巧中途又遇到车祸 送菲尔借机流产 还被告知以后不孕不郁 妈的 这个秦二少 真是个傻缺恋爱脑 还利用自己秦二少身份 不停给他资源 你的好兄弟有一腿 人家都在背后 嘲笑你是绿帽龟 这还不算惨 最惨的是 秦家破产以后 恋爱脑二少 受不了刺激 变成弱智 宋菲尔当着你的面 跟你最好的兄弟水 让你学狗叫 最后将你卖到非洲煤矿 活生生被人打死 靠 我那么惨吗 秦帆气得气笑声烟 五脏六腑都快要炸 凡哥 你怎么了 宋菲尔发现秦帆的不对劲 他挽住他的手臂 凡哥 大嫂虽然有不对的地方 碗在秦帆手臂上 就被他狠狠甩开 宋菲尔震惊地睁大眼睛 凡哥他怎么了 自从交往以来 他一直都对我呵护备质 温柔体贴 有求必应 从未对我冷过脸 更别说甩开我的手了 凡哥 我肚子有点疼 看到宋菲尔脸上痛苦的表情 不行 不能倾信温婉心里的那些鬼话 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内情 还能预知未来 简直扯淡 他被人吊包后 一直养在乡下 各方面都不如温月 他心里的那些鬼话 都是他一想的吧 大哥 若菲尔肚子里的孩子 有个什么闪失 我饶不了温婉 大嫂 你不喜欢我们家就算了 实在没必要对一个孕妇下手 而且菲尔姐 还是我二哥曾经的救命恩人 宿主宿主 这个就是秦家小妹秦又又 脾气算是秦家最好的一位 秦又又暗恋的学长 是个凤凰男 嫌弃他又脸有疤 但为了钱 还是答应了他的表白 两人结婚后 又又小姑子 经历了一次五个月的羊魔早破 一次生化 一次试管失败 一次八周胎庭 最后一次怀孕三个月时 发现学长老公出轨疗骚 等他痛不欲生 想要提出离婚时 秦家破产了 学长老公家暴囚禁他 还给他买了高额保险 最终将他 啊 好惨啊 大白 我不敢看 快翻片 秦又又被温婉那声尖叫 吓得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脊椎骨 肾起了毛补悚然的孩子 我以后会那么惨吗 我暗恋的学长 白白净净 思思文文 是优秀的学生典范 他怎么可能是 大嫂想的那样人面兽心 大嫂的一想证实在太可怕了 你太太是不是精神出现了问题 秦莫深谋复杂 爷爷 她是不是胡言乱语 我们跟着老二过去 一探究竟便知 没错 如果文婉不是胡编乱造的 那么老二马上就要出车祸 但是 你就不怕你二弟出车祸受伤 反正暂时她又不会死 行吧 若剧情真按照文婉所说的那样发展 秦家最先死的人倒是我 为了不引起文婉的怀疑 老爷子立即装作不舒服的样子 老大 我心口疼 快送我去医院 为了不引起文婉的怀疑 老爷子立即装作不舒服的样子 老大 我心口疼 快送我去医院 难不成剧情发生了改变 老爷子马上就要归系了 不对啊 他明明最后归系 是被人拔了氧气管 好惨 拔氧气管还没断气 还被后面进来的人用枕头活生生无死 死死冰着温婉 想让他快点说出最后把他氧气管 母他枕头的禽兽是谁 爷爷 您别气 老公 你火急火燎叫我回来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温婉交进地朝起我抛了一个魅影 诱人的红唇围攻 老公 人家下午还打算去做头发呢 在爷爷面前 正经点 我哪里不正经了 哼 狗男人 赢者见赢 秦莫英俊冷翘的脸阔 瞬间黑成了锅底色 秦佑佑平时在学校 很少回家 他跟大嫂接触的少 但他知道 大嫂不喜欢大哥 而且很爱作妖 可今天他突然发现 大嫂还蛮有趣的 温婉见到秦佑佑眉眼弯弯 笑得很娇挺 小姑子若是没有脸上的那块疤痕 绝对是他们学院的笑话 不过那道疤痕 对于我这个神医来说 也不是什么难事 秦佑佑的眼睛亮了 真的吗 我脸上的疤痕 大嫂能帮我消除吗 我看了18年的医生 没有一个医生 能消除我脸上的胎记 我都已经不抱希望了 秦墨知道妹妹的心理 先去医院 凡哥 大嫂不是故意的 你别再生她的气了 秦凡看到宋飞儿惨白的小脸 痛苦的神情 想做了温婉的心都有 温婉这个贱货 嫁进秦家后 他除了作妖 还会什么 上次偷大哥的机密 派大哥亏损几千万 他就是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次的祸害 还说飞儿怀的是个枕头 和我最好的兄弟有一嘴 他真是病得不轻 我死都不会相信的 宋飞儿痛得叫了一声 白色裙板 流出了鲜红血 秦凡看到他流血 吓得魂飞魄散 该死的温婉 被他说中了车祸 但他说飞儿怀的是枕头 试问枕头怎么可能流血 就在秦凡准备抱着宋飞儿跑去院时 秦墨开着车过来 温婉伸出头 朝外面看了一眼 不不 绑在腿间的血带子起作用 好臭好臭 他是不是用的鸡血啊 好心 秦凡满是一货的 朝宋飞儿裙板下的双腿 送飞儿去有点慌了 凡哥 我估计孩子保不住了 但你别伤心 我们还年轻 以后还会再有孩子的 飞儿都腾成这样了 怎么可能过家 哈哈哈哈 绿茶的段位 体贴大度无限包容 明明车祸都是他安排人造成的 肚子怀的是个枕头 他居然痛成那样 要不是我有吃瓜系统 我都要被他的演技所征服了呢 秦凡不仅是个绿帽龟 还是个大傻叉 他裙板那里有根膝带子掉出来了 你倒是拉一下 拉了就知道 他是不是绑了鸡血在身上 你满了 鸡死老娘了 你再不拉 我要下车替你拉了 秦凡被温婉的心声吵得头昏倒上 没有经过任何思考 下意识朝宋飞儿裙板打一身去 果然 真的有一个期待 宋飞儿还没有察觉到你 多出可怜的看着情绪 凡哥 其实我真的很想将这个孩子生下来 这是我们俩的第一个孩子 我曾无数次幻想过 若孩子长得像你就好了 宋飞儿话没说完 忽然感觉嘴尖有纯 啪的一声 那东西掉到了地上 血带里剩下的血散落了一滴 空气里有片刻的安静 秦凡是怎么知道血带的 他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是秦家最好骗的一个 我在他面前骗了将近一年 他都没有察觉 怎么突然变聪明了 我如果编个合理的理由 秦凡应该不会责怪我的 哇哈哈 血带掉出来了 他不会要对秦凡那个恋爱脑说 凡哥 我实在太爱你了 但你们秦家门户高 我想跟你长相厮守 可是我怕你们家不同意 我是因为不想失去你 才会出此下措 宋飞儿泪流满面 凡哥 我实在太爱你了 可你们秦家是夜城的豪门大户 我身份普通 配不上你 我怕你们家人不同意 才会假怀孕 凡哥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老公 你真帅 丁 宿主 燕雾值减少一 限为78 什么鬼 燕雾值还有78 那和年满月才能到好感值100 不过 我刚刚只是夸了他一句 燕雾值就减少了一 那我是不是多夸几句 就能减少更多呢 老公 你的手 比弹钢琴的还要好看 不知摸到我身体上 是种什么体验 哇 肯定又酥又马 舒服得很呢 向来泰山崩于前 都能面不改色的男人 顿时闭合起来 眼神冰冷和动了眼闻晚 你闭嘴 秦老爷子看了眼面 若寒霜的情 看不出我的冰山大孙子 私下里玩的还挺开的嘛 不愧是我们秦家的种 啊 好害羞啊 这种成人话题 是我能听到的吗 爷爷 大哥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我要不要提醒老爷子 吃的药有问题呢 算了 老爷子的死活干我屁事 我只需要努力 撩拨秦冰山 拿到一把好感知就行了 下午去做头发 顺便去小吃街 吃点好吃的 麻辣烫 土豆粉 炸鱿鱼 鲜鱼奶绿 我来了 老爷子和秦莫对视了你 不耐地摇了摇头 闻完打着诱惑人的弓力 记板手指 轻拉男人的秀 老公 我等会要去做头发 逛街 你不甩人家一张黑卡吗 霸总小说里的霸总 不都是甩女主一张黑卡吗 我虽说不是女主 但也是豪门阔太太啊 我还不配 温婉气得差点头顶冒烟 妈的 狗男人 老娘发誓 一定要用魅力整服你 让你以后跪在床上喊姐姐 哈哈哈哈 好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温婉离开后 老爷子一脸复杂的看向情报 你以后会跪在床上喊她姐姐吗 爷爷 行行行 以后的事先不提 你说你太太是不是有精神分裂 说她有精神分裂吧 她说小凡出车祸 宋飞儿怀个枕头的事都被她说中了 但说她没有精神分裂吧 她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的内谋 老爷子想到她新生所说的 她吃的药有问题 她眉头挺重 老大 你说我的药 是不是真有问题 我以后是不是真的会被人把养器官 还会被人捂枕头 我辛辛苦苦创业 将孙子们都养大 我造了什么面 竟然落得那么的下场 我不就是年轻时花心一点 学了好几方太太吗 这世上有几个男人老实的 除了挂到墙上的 秦墨看着情绪激动的脑 爷爷 我已经在查药的事了 再说 温婉的话 也不能全信 老爷子点个点 不管怎样 你是爷爷最信任的弟孙 你千万要保重 别比爷爷还先遭死 温婉逛完街已经将近晚上八点 他打车不到几家 一回来就有福利 养眼真养眼 身强体壮 血气方刚 秦墨从未碰过女人 一定别很久了 秦墨原本正在擦头发 听到温婉的心声 他面色冷立 温婉歪着脑袋 目光里迎着一汪春水 风情万种 勾人心魂 老公 你身材好棒哦 嘿嘿 他若是换成灰色运动裤 就更加nus 难怪宋青羽天天想着他的肉体 这长手长脚 能哪都长的样子 谁不吞口水呢 秦墨看着他那副好似 要将他吞了的模样 将手上的毛巾遮挡着前 老公 你还真是小气呢 我们是夫妻 有什么不能看的 你想看我 我可是会毫不追眼的好吧 我还真从未见过 这种脸皮看比城墙厚的女人 我对你没心情 温婉很想对他翻白眼 老公 感情是能培养的吗 温婉朝他走进一步 仙仙玉址要搭到他肩上 他就往后退了一大步 靠 他是不是给 大美女勾他 竟然舞动于衷 大白 给我看看他是不是喜欢男人 如果是的话 我明天开始就男扮女装 宿主 他不喜欢男人 只是你这句身体之前做的事 太让他反感 他现在对你还有很大的误解 你还需要更加努力哦 那他现在对我的厌恶值 下降到多少了 依然是78 宿主别丧气 至少没有再上升了 你还真是个会安慰人的系统啊 在他的厌恶值 没有降到50钱 不必再汇报给我听 哼 一三零项目 那块地标书做好后 口又香一半 一三零项目 这名字好熟悉啊 哦 我想起来了 秦摩头原本那里 充血变成废物 他想将精力放到工作上 哪知道他最看重的一三零项目 出了问题 一下就亏了几十亿 秦家其他几房和男主 本就对他虎视眈眈 他出了这么大的漏子 一个个都来指责怪罪他 让他引作辞职 虽然后面他用别的项目力挽狂澜 但还是上了元气 狗男人对我爱大不语 还说对我没兴趣 不要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他们 一边接听电话的秦莫 莫的一角 在夜城 秦家和谢家是两大巨头 两家之间一直存在着竞争关系 谢家和顾北辰联 想要击垮秦家 顾北辰身为书里的男主 懂得看一些风水 他知道 一三零项目 那块地风水好 想要开发有一定难度 故意让秦家争抢 轰抬价格 到时秦家为了拿下项目 就会投入更多资金 亏的也会更多 那块地下面有片古墓 等秦冰山竞标成功 要不了多久 上面就会派考古专家过来 秦冰山吃了这个亏真是有苦难言 我派风水专家去看过那块地 确实是风水宝地 没有任何问题 若是用来开发旅游度假山庄 那边有天然温泉 将会稳赚不亏 但我没有想到 下面今是一片古墓 重新找风水专家 再去探测那块地 闻完喜香香 护完夫后躺在床上 原本想等秦冰山 过来告诉那块地的事 但左等右等 他就是没回房 狗男人 不会是怕我半夜强了他吧 他不会还是纯情小足迹吧 嘿嘿 我看看八卦系统 他活了25年 还真的没有碰过女人呢 那他岂不是没有半点经验 刚开始时间应该会很短吧 不知道有没有五分钟 哈哈哈哈 有可能只有两三分钟了 正准备进卧室的男人 脸色黑了个底肠 心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 她还是个女人吗 一点也不正经 夫人 我进来收衣服去洗 秦家佣人都这么大大 进主人房间连门都不巧 哦哦 原来是宋清宇的妈呀 作主作主 宋妈在秦家做了二十多年的佣人 一直身受老爷子的信任 她的地位 死于秦家的管家 所以才会无视你这个少奶奶呢 原来如此 看来她大概是知道 秦冰山不在主卧 她如此狗眼看人低 她女儿还不是只能偷看秦冰山的内裤 在内心引她的尺寸 什么 宋清宇经常偷看我两者阳台的内裤 真他爸变态 若真有此事 我得让他和他母亲都滚出秦家 大少爷 厨师已经将早餐准备好了 我上来收衣服去洗衣房 秦莫紧领嘴巴 优身的黑膜扫上温婉 你来给我洗皮身衣物 温婉顿时医症 她说什么 让老娘给她洗内裤 老娘的手是拿来洗内裤的吗 她让我洗内裤是什么意思 莫非她对我有好感 大白大白 厌务值是不是降到零了 好感知直线上升 丁 库主 没有变动 妈的 让我洗内裤还不降厌务值 狗男人不做个人 你 不问答几的命好苦啊 告诉老莫 我想吃鱼了 虽然在内心咆哮发疯 但面上愣失一点 不情愿都不敢表达 能给老公洗内裤 是我的荣幸 以后 我想天天给老公洗内裤呢 靠 够嫌妻两母了吧 狗男人 你还是我活了两辈子 第一个洗内裤的人 来啊 好感知上升了 温婉将一楼里男人的内裤 哇哈哈 居然是三脚的 狗男人好闷骚哦 我看最近挺流行 冰丝超倾国内裤 不知狗男人穿上 会是什么景象 温婉 我约了精神科医生 等会我带你去一趟 而另一边 正在吃早餐的 老大居然穿三脚内裤 看不出来啊 爷爷 亲家男儿除了我是个痴情 其他都像年轻时的你 骚得很累 臭小子 竟敢编判你爷爷 你那个将你甩了的 前鱼又怎么样了 你不会还舔着脸 跟人求复合吧 爷爷 飞儿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人 你们不了解啊 他却是我的救赎 温婉息好情报的内容 正好从楼上想 听到恋爱脑的发言 他无语地翻了一个白眼 尊多假都 你拿人家当救赎 人家却将你当 没长脑子的大白痴 大白大白 让我看看 送绿茶是什么来路 竟然让恋爱脑爱的死去活了 哇 送绿茶的身份 竟然带有来头 他竟然是 哈哈哈哈 恋爱脑居然喜欢一个 哗哈哈哈哈 这是要笑死我了吗 温婉的笑声 简直如同魔鹰 秦帆俊连铁青了几分 但他又不好说什么 毕竟温婉 是在心里疯狂嘲笑他 飞儿是什么 有种他倒是说出来了 飞儿就是一个 普通家庭长大的女孩 温婉一定是嫉妒她 没飞儿长得清纯吧 真是讨厌 又令人作悟的 狐狸精大嫂 秦末出来了以后 老大 您内裤晒那边 似乎观感不太好呢 秦末看了一眼 眼色黑沉 秦末的衣物 都是晒在二楼 属于他的私人阳台 他也没想到温婉 竟会拿下来 老公 你又怎么了 谁让你生气了 我替你将内裤洗干净了呀 我还用了我洗澡的沐浴露呢 玫瑰花味道 香香的 谁让你晒得香的呢 温婉目若秋波 笑容妩媚 老公怕什么 你威风凛凛 雄伟壮观 免得暗恋你的那些小女佣 悄悄跑上来偷看 不是 他这么生气 不会是气我不在乎他吧 呱咔咔 他不会马上就要受信大发了吧 他会不会直接伸手 撕开我身上漂亮的白裙子 我是要拒绝 还是不拒绝呢 不行不行 不能马上就让他得逞 到时 他腻了肿磨绊 最多先让他轻轻抱抱举高高了 秦末后曹牙都快咬碎了 他盯着温婉那张 勾魂射破的妖魅小脸 视线挪到他穿着V领吊带去的胸袍 别在我面前买弄风骚 我说过 我对你没兴趣 温婉的美眸里闪过一幕 他看我胸做什么 难道是嫌不够大 这副身材确实小了一点 从今天开始 我要吃木瓜 等我变大 让他看到我温打几就喷鼻血 嘿嘿 秦末不想再跟温婉多待一秒 等一下跟我去看精神科 老公 我看上去精神有问题吗 他素不素有白内障 卧槽 是不是我传过来 表现得跟以前的温婉不太一样了 除了我主动聊他之外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大白 这座冰商我不想聊了 能不能让我晃个人 素主 你完成目标后 想聊谁都行 呜 他喜欢大胸的 等我带起来 他是不是直接走完剧情 被嘎了腰子 刮了眼珠 最后从 咦 他怎么走了 秦末实在不想每天听一遍 他最后是怎么惨死 爷爷 二弟 小悠悠 早啊 小婉起来了 快来吃早餐吧 温婉看着慈祥又和蔼的老鼻子 笑着坐到秦末身边 老爷子比冰山老公好多了 若是还年轻个十几岁 宋妈 给少奶奶倒杯牛奶过来 爷爷 我带温婉去精神病院了 不急 你几个叔叔婶婶 堂弟堂妹们 都要过来接你媳妇的 哪里 老爷子话音刚落 主楼别墅大门口 就传来一阵喧嚣草杂声 二房三房的人全都来 秦家的产业 不仅有家族内部人员惦记 外面还有私生子男主 前有狼 后有虎 也怪不得秦家最后四分五脸 小婉 这是你二叔二婶 二叔二婶家有四个孩子 三叔三婶家 有三个孩子 还有你小叔 他目前还未婚 老爷子跟温婉介绍时 他的目光 扫了眼老爷子最小的儿子秦建成 卧槽 听到温婉发出心声 老爷子骤然一眠 来了 来了 果然有情况 这样看来 暂时还只有大方这边的人 以及我能听到温婉的心声 我可真是天选老爷子 一定是我上辈子 做了什么天大的好事 才能有这种福报 秦建成身边这个的美娇娘 就是他等下要送给老爷子的人 后来还给老爷子 生了个小腰的秋肉水吧 老爷子猛地朝秦建成身边的女人看去 老爷子年纪大了 就喜欢这种蛇精一样的女人 他小儿子专挑了老爷子喜欢的类型 厚色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缺点 没办法 男人的本性 父亲 这位是秋肉水 他是高级护理学院毕业的 曾经在市医院做过护士长 他对护理按摩各方面 有助于您身体健康的工作都很熟悉 我特意请他过来照顾您 秦建成将秋肉水带到老爷子的跟前 不得不感叹 少父对年纪大的老男人杀伤力真是强大啊 也怪不得老爷子 耐胸 嘖嘖嘖 我看了都流口水 老爷子的悲剧就要开始了 嗯 难道我悲剧与他有关 牛逼真牛逼 这秋肉水是秦建成在外面的小蜜 两人天天雷勾地火将近半年时间 最近秦建成有些腻了 但又舍不得将这小蜜甩了 于是他想起家里的老头号这一口 于是将自己用过的美少妇送给他老头 这样既能利用美少妇哄老头开心 又能时刻探听到老头的最新情况 最后 最后怎么了 你倒是一口气说完啊 妈的 气得我现在就下上西天了 被臭小子玩你了 又送给我 我是接盘侠吗 捡垃圾的吗 把我平时最疼爱我这个小儿子 没想到 他竟早就起了异心 秦建成原本以为老爷子会很开心 毕竟秋肉水无论是脸蛋还是身材 都是按他喜好掌 父亲 你平时容易头疼 秋肉水手法很好的 要不现在就让他给您按一下 秋肉水立即走到老爷子身后 想要给他按太阳许 老爷子吸了一口气 忽然闻到一股香水味 隐隐还夹杂着秦建成身上的气味 这俩人 不会来之前就私婚了一番吧 你别过来 站一边去 小婉 你觉得秋肉水如何 不是 老头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怎么还问起我来了 我在秦家 连家里小黑狗的地位都不如呢 秦家其他人 都将目光转向温婉 父亲怎么会突然问这个草包女人 温婉看到大家的目光 她顿感压力山大 她摸了摸鼻子 爷爷 我不懂护理呢 您问错人了 收下吧收下吧 收下了以后 给你生的小妖 其实是你小儿子的种 小妖到底该叫你爸爸呢 还是爷爷呢 哈哈哈哈 不对 原来秋若水生下的小妖 也不是你小儿子吧 在你小儿子将她送给你时 秋若水就暗暗恨上了她 你死了以后 秦家破产全员下线 她拿着财产出国 包养了好多小白脸 太酷了 我以后就想过她这样的生活呢 温婉正开心地吃着瓜 忽然发现秦末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 温婉疑惑得眨眨眼 老公 你是不是发现我越来越美了 你有那么一丢丢心动了 温婉 若是在婚内 你敢给我戴雨帽子 信不信我 温婉不给秦末说完话的机会 老公 我怎么可能绿你呢 我爱你都来不及 老娘看起来像纯爱战士嘛 等哪天完成任务 我一定要让你尝尝 头顶青青大草原的滋味 现在跟我去精神病院 温婉 别挡路 忽然 一辆超跑驶过来 温婉站的底 恰好挡住了她的去了 优贺 变冒龟来了 开着超跑的秦帆嘴角抽了抽 为什么会这么倒霉 开车去看菲儿的途中 竟会遇到这个温神 温婉看到秦帆眼中 毫不掩饰的厌恶与凡 她娇娇一笑 二弟 你是要去找女朋友吧 若是不出所料 宋菲儿肯定会鼻青脸肿地 出现在恋爱脑面前 然后可怜兮兮 梨花带雨地说 罚哥 我鸡腹家暴我 我不敢再住在家里了 你带我走好不好 紧接着恋爱脑就大手一挥 给她送了栋豪华大别墅 嘿嘿 恋爱脑大概到死也想不到 她送出的别墅 以后等她落魄想要回去时 宋菲儿和她最好的兄弟 拿狗圈套到她脖子上 让她当着面 看着他们黑羞黑羞 然后还让她吃狗食 学狗叫 拿她逗乐呢 秦帆手臂上冒出一层鸡皮疙 可恶的温婉 又在这风言风语 如果可以 我倒是想先将她打进18层地狱 她不是说菲儿是变性人吗 那好 我就带她前往菲儿的住处看看 菲儿的房间 处处都充满了梦幻少女的气息 她比女人还要女人 佩佩佩 她本就是女人 温婉 上次你推了菲儿 你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你跟我一起去烫她家 给她道歉 我正想避开秦墨呢 既然她邀请我前往送菲儿家 我倒要看看 绿茶是怎么哄男人的 万一以后完成任务呢 我还需要到小奶狗 让小奶狗多死心塌地的呢 绿茶技巧是必备的 行啊 哦吼 绿茂龟气色不好 看样子今天有血光之灾 她除了咒我惨死 还咒我有血光之灾 这个女人太恶毒了 这种空有皮囊 心肠却歹毒的蛇仙女 我千万不能将她 当成自己真正的大嫂 大哥那般优秀 应该很快就会将这个女人踹掉的 温婉 下车跟我进去 向菲儿道歉 好的 二弟我马上来 去学茶言茶语了 我以后也要用到秦冰山身上 嘻嘻 就你的恶毒心肠 只能做蛇仙 怎么可能学菲儿做绿茶 搞错了 呸呸呸 菲儿才不是绿茶 菲儿 你怎么了 你不想见到我吗 不得不承认 宋菲儿拿捏秦帆 还是有一套的 秦帆哄了好一会 宋菲儿才露出 清紫安安的小眼 看到宋菲儿受伤了 秦帆眼里闪过一抹哑然 过来的途中 温婉说菲儿受伤了 她还真的受伤了 秦帆俊连紧绷 眼冒怒 是不是你肌腹打的 宋菲儿肌腹精神有问题 平时吃药还算稳定 宋菲儿早就不想再养她肌腹了 于是换掉了她的药 让她精神病发作 她挨顿打 既能让绿帽归心疼她 又能将她肌腹送进精神病院 何乐而不为呢 她不想听温婉胡说八道 菲儿对她肌腹一直很孝顺 不可能那样做的 温婉继续在心里敌 宿主 绿茶三要素 装可怜 博同情 崇拜改 若是我猜的没错 宋菲儿马上会说 凡哥 我如果出身好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现在的依靠只有你了 可是住在这个地方 我好害怕 然后绿帽归就会心疼不已 给她送别墅了 哈哈哈哈 还是套路得人心啊 宋菲儿楚楚可怜地依偎在情仿怀里 泪水梦 凡哥 我如果出身好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现在的依靠就只有你了 可是住在这个地方 我好害怕 如果没有听到温婉的心声 我肯定会马上将自己 市中心那套别墅送给菲儿 可是现在 她说的话 怎么跟温婉想的一模一样 宋菲儿见秦凡没有说话 她唇半抖了抖 凡哥 我知道你跟我在一起很累 我理解你 也心疼你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压力太大的话 我们还是分开吧 算了 算了 绿帽龟只是损失一套别墅 还有公司资源 最后惨死在异国他乡罢了 他什么下场关我屁事啊 别人的屁事都跟我无关 秦凡见温婉准备离开 他没说完的话 硬生生地收了回去 菲儿 温婉过来 我让他来给你道歉的 温婉 你过来 菲儿 我很想知道 怀个枕头还流血 是什么滋味 宋菲儿脸色变了别 你究竟是来道歉 还是来齐菲儿的 秦凡面色铁青 打起床头柜的一部杯子 温婉灵活地避开那个杯子 鲜瘦的身子 故意往房间书下扔倒 其中一本书掉落下来 哎呀 这是菲儿你和你妈妈的合照吗 咦 怎么没看到你 只看到一个 和你长得有几分相似的小男孩 宋菲儿想要将照片抢 但秦凡快太一步 秦凡夺过照片看了一眼 照片中 宋菲儿母亲和一个小男孩 站在树下回 眉眼和菲儿有几分相似 凡哥 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 我以前还有个龙凤胎的哥哥 但他很早就不在了 我一想起他 就很难受 原来是他的龙凤胎哥哥 蛇蟹大嫂居然还说菲儿是变性的 温婉见宋菲儿将秦凡 他没眼再看下去 算了 我才不会提醒秦凡 宋菲儿继父为了不被他残害 早就留了一手 将他出国做变性手术的资料 埋在葡萄园里的祖坟旁边呢 秦家呀 成为炮灰 早早就下线 是有道理的 被人耍得团团转 还爱得死去活来 恋爱脑太蠢 戏不好看 我要去市中心吃好吃的 香辣小龙虾 我来了 秦凡看着宋菲儿 我以前真的没有怀疑过他 可温婉的心声 有鼻子有眼 让我不得不怀疑 我是不是应该前往葡萄园 去挖挖看 有没有温婉所说的资料 不知是不是受了温婉心声的影响 现在我看菲儿怎么哪哪都不对见 真是要命 等一下我就去葡萄园看看 若是没有他所说的资料 我回去 一定要让大哥跟他离婚 宋家的葡萄园 离宋家房子有几百几句 秦凡将跑车停在一处 不起眼的地方 他过来的中途买了个铁锹 他使劲往下挖 没挖多久 他就挖到了一个硬硬的地方 是个生日秀的铁盒 秦凡打开铁盒 里面放着不少照片和资料 他一样一样的看 心也在不停的往下扯 直到沉浸鼓鼻 四分一裂 宋菲儿还真如温婉所说 是个变性人 他跟我在一起 每一句话都是谎言骂 虎我还是个导演 身边有个那么会演戏的人 竟然没有看出来 妈的 我太傻逼了 秦凡将铁盒放到自己车上 他又重新将车开往宋家 离宋家还有几十米远的时 他走路过去 宋家小院停了辆黑色奥铁 秦凡眯了眯眼睛 这可是我最好的兄弟 萧辰的车 陈哥 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我已经提示的那么明显了 秦凡那个恋爱脑 居然不将他的别墅送给我 真是好啊 他们居然背着我搞到了一起 萧辰在我面前 跟个狗嘴子一样 铲美巴结 说将我当成清哥一样看待 原来背后是那样虑我的 一想到 我竟然跟一个变性人交往过 妈的 真恶心 秦凡开着跑车及时离开 快到市里时 车子突然抛锚 秦凡打电话 让4S电锅的停车 突然一辆跑车死 秦凡的额头受伤了 哦 文婉说我今天有血光之灾 居然也灵验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简直神了 以后我再也不敢瞧不起他了 不 最重要的 我再也不会让大哥跟他离婚了 以后 他就是我的神 我唯一的大嫂 秦凡自然认识这个女人 她是夜城第一名媛阮清欢 一年前老爷子安排秦凡跟阮清欢相过亲 第一次见面 他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端起一杯酒拨到他脸上 当真是莫名其妙 在往后 两人见过几次 每次都是针尖对卖脑 两看两声宴 你是不是有病 你他妈还想撞死老子不长 怎么 被甩了 关你屁事 老子就算被甩一万次 也不会看上你这种女人 阮清欢眼底闪过一堵字 彼此彼此 你这种死渣男 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阮清欢回到车上 见清欢没有让开 他冷吃一声 鬼远一点 有种你装死我啊 引擎启动的声音传来 眼看跑车就要再次撞向他 清欢修长俊满身 猛的往边上一声 跑车扬长而去 妈的 等哪天有机会 我一定要弄死阮清欢那个女人 清欢狼狈不堪地来到了秦氏集团 二手 你怎么受伤了 秦莫朝清欢看去 看到他额头的伤口 将医生叫过来 是 怎么回事 大哥 温婉 不 大嫂他心里说的那些话 都灵验了 宋飞儿还真的是一个变性人 她跟萧尘也确实有一腿 也怪不得大嫂总在心里 叫我恋爱她 玉毛龟 我还真担得起这两个称呼 大哥 你说 我以后真的会惨死在异国他乡吗 他皱了皱眉 秦莫看着秦凡脸上满是鲜红的血 他面色沉冷 你还是先处理好额头上的伤口 再讲以后的事 大嫂突然能预知未来的事 你说他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副体了 你先不要胡思乱想 既然看穿了宋飞儿和萧尘的真面目 以后的事可能不会再发生 也是 我没有再被他们骗 说不定命运轨迹就会发生改变 以后大嫂就是我的神 大哥 你可千万不能跟他离婚了 我暂时不会跟他离 但也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好感 秦总 新长的大师经过探测 第三邻那个项目的地下 真的是一拼 还真被问完那个女人说中了 为了秦总 沈青岩和江淳夫妻的合约 快要到期了 他们想解约 吸引传媒的经济部门认为 我们需要拿出诚意 提供更好的资源 将他们夫妻留下来 听到沈青岩和江淳的名字 躺在沙发上休息的秦帆 抖得跳了起来 大哥 大嫂超神的 她的话必定是真的 若留下江淳和沈青岩夫妇 到时他们的丑闻一公开 双双塌房的话 对公司才是真正的损失 他们夫妇急着解约 可是找好了下家 对 我听闻顾北辰成成立了北影传媒 她私下跟夫妇俩见过面 暂时不松口 先进行挽留 顾北辰竟然想牵夫妇俩 务必要拿出诚意 等她将三花型的项目让出来 我们再放人 大哥也推付黑了 温碗来到了一家市中心 一家私房菜股 她点了三菜一汤 还有点心 不愧是好评率最高的私房菜馆 味道真是港版品 只要有好吃的 温碗心情就会变得美妙 吃饱喝酒后就容易犯困 她懒洋洋地走到收银台 买单 这女人简直比平时来这里吃饭的女明星还要好看 小姐 一共是一万八千三百元 我给你去掉零头 你就付一万八吧 温碗咽了下口水 那么贵 小姐姐 你是不是算错了呀 我只点了三菜一汤 还有一道小点心吗 她不会是歪表光鲜亮丽 那心里却穷得一批吧 来这里吃饭的都是有头有脸不差钱的 她吃了一万八 还是最便宜的一个单子了 没有算错 您出事支付吗 我扫您 鱼额不足 或者您可以刷卡 同样鱼额不足 大白 怎么回事 宿主宿主 圆主被认回温家后 得不到认可 平时零花钱少得可怜 有点钱呢 又虚荣地去买奢侈品送给顾北辰 我去 我把这茶给忘了 失策了失策了 这可怎么办 我太难了 看着漂漂亮亮的 没想到是个吃饭王餐的 你快点想办法支付 不然我要报警了 月月 那不是你姐姐温婉吗 温婉被认回温家后 温家只对外宣称她从小身子不好 被养在乡下 是温月的一卵双胞胎姐姐 外人并不知道温婉是真千金 而温月是假千金 她就是有自名言聚会 将洗手池当成汤跟喝的那位啊 不仅如此 听说她还偷月月的 自随心想脸呢 不仅无脑缺德 还很爱跟月月攀比 月月上夜成一笑 她也要跟着上 没有任何才艺 真以为凭着一张脸 就能混于乐圈的呀 温婉和秦莫是隐婚 除了温婉两家人 其他人并不知道温婉已经结婚了 这些名言千金也只知道 温婉在温家做过的情事 园主为什么在极端路上越走越远 为什么不北辰就能轻易PUA了她 还不是因为温家 从没有真正地将她当成家人 园主从小被吊包养到乡下 虽然养父养母和弟弟人不错 但从小没有母爱 极度敏感自卑 好不容易回到自己亲生父母的身边 亲生父母和哥哥们又看不上园主 她越是不停地出洋相 月容不进上流圈子的生活 她越是差劲 就越能体现出温月的出色和优秀 人家温月琴其说话 样样精通 嘴巴又甜 还很会掉眼泪 引起温家人的疼 园主嘴笨脑笨 唯一对她好的 就只有布北辰和宋秋女 然而这些人都只是利用 可怜之人还真是必有可困之处 抱歉 我没带那么多钱 我能不能先欠着 明天一定会还回来 不行 我们这里没有是这样的先例 姐姐 你没钱买单吧 温婉真的不喜欢这种买莲花 关你什么事 温月一正 自从温婉认回温家后 她还从不敢用这种态度 跟她说过话 温婉是不是还没有认清自己的现状 姐姐 你在家门后屋里就算了 在外面怎么能吃霸王餐呢 听说温婉经常在家里欺负你 还想抢你的房间 你别给这个白眼王买单 温月回头看了眼那些 当她说话的名言 揉揉一笑 没关系啦 我的就是姐姐的 温月将卡递给温婉 但递过来的途中 确实坚异性 姐姐不好意思 卡掉了 你捡一下呗 月月必须让温婉挥着剪 不然 这卡不能给她刷 温婉你跪下瞧月月啊 哈哈哈哈 不要录个小视频 等下发名言情理 温婉除了这张脸 哪哪都比不上月月 不过她出去卖的话 那些老男人 应该还是会喜欢的吧 瞬间还在奚落 嘲笑温婉的那位名言 瞬间被人踹出去几米之外 四周的空气 有片刻的安静 音音 温月快步走到受伤的夜音跟前 眼眶通风的看向温婉 姐姐 你怎么踢人 音音是我们的表妹啊 叶音音是温母弟弟的女儿 原主 得认回温家后 她没少当温月的嘴屁 各种羞辱难听的话都说过 笑死 我可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主 她怎么那么不禁踢啊 我才用了一分力啊 哪里 她是魔鬼吗 才用一分力 就将人踢出鸡米远 用十分力 还不得直接将人踢死啊 月月 我好疼 温月立马打电话叫救护车 打完电话 她看向温婉 姐姐 这次我也不能帮你了 你将音音踢成这样 你就等着坐牢吧 不是她先骂的我 哦 只允许你们骂我 造我黄药 还不允许我反击了 温月没想到温婉变得伶牙丽齿 她深吸了口气 泪水流 你们听到音音骂她了吗 收音员和几位名员都摇摇头 但又怕温婉发飙 全都离得远远 姐姐 谁都没有听到音音骂你 你却无缘无故将人踢伤 你现在真是太恶毒了 温婉拿出手机 点了下录音 温婉除了这张脸 哪哪都比不上月月 不过她出去卖的话 那些老男人 应该还是会喜欢的吧 不好意思 我录音了 怎么回事 大哥 姐姐将音音踢伤了 温月看到温世鱼 泪水像是不要钱的往下跳 月月不哭 姐姐吃霸王餐 我好心给她卡里付款 音音看惯说她一句 她就将音音踢伤 温世鱼顿时晚落冰霜单扫上温婉 道歉 你算个什么东西 让我道歉 下辈子吧 温世鱼面色冷落地走到温婉跟前 大哥 别再惹我 我发起风来 你招架不住 你们不惹我 我也不会动力 望你们好自为之 温婉捡起掉在地上的那张银行卡 她轻轻一抬手 银行卡搜的一声物 飞了出去 然后令人震惊又惊恐的一幕发生了 那张银行卡 竟然贯穿了菜馆的玻璃 过了几米 银行卡四周的玻璃 慢慢碎裂成了蜘蛛网 所有人陈气地震 全像是被点了雅学 温婉倒像个没事人一样 谁将玻璃弄坏的 女士 吃饭买单天经地义 我们这里从不赦账 你再耍无赖 我只好报警了 看样子 今天是务必要将钱付了呀 我要是问秦冰山借钱的话 不知道他会不会借给我 不过用脚趾头都想得到 他肯定不会借 毕竟他厌恶我的程度 不亚于垃圾堆里的垃圾 算了 我还是别自讨媒去了 温少 我儿子快不行了 惊觉心悸难以入眠 吃不下饭 走不了路 送到京都大医院 医生都检查不出什么问题 你是叶城的名医 求你去看看我儿子好不好 温石瑜 温家大哥 温石瑜从小跟着温老爷子徐中医 医术了得 在叶城被人称之为小神医 我老板 你家公子的病 我也无能为力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温老太着急地眼眶通号 就插跪下来 求温石瑜的中年男人 他在系统里查了 哇 原来他儿子是被那种东西缠上 难怪医生看不出问题了 货老板见温石瑜不肯进去 拉拉着肩膀 就对他 货老板 货老板回头 看到明艳无双的温婉朝他走 他皱了皱眉 你是温家三年前认回来的那位温婉小姐 温婉小姐 你能帮忙劝劝你哥吗 我儿子真的快不行了 我们货家三代单传 我就这么一根独鸟 温婉将货老板拉到一边 我跟温石瑜不熟 但我能救你儿子 货老板眼中露出疑惑的神情 温婉拿出两个 这张是驱鬼符 你记住我教你的咒语 货老板怒瞪口呆 温家这位从小养在乡下的千金 怎么像个神棍 还有这张符是保平安的 你让贵公子贴身保管 你带着贵公子 找遍了名医都没效果 何不试试我的方法 如果没有效果 你尽管来找我麻烦 温小姐 人命关天 你别逗我完了 你反正已经走投无路了 此马当火买衣 若是有效果呢 她说的在里 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 什么法子我都要试一试 只要我儿子能好起来 温小姐 你有什么需求 她是商人 自然知道别人不会无缘无故帮她 温婉笑了笑 我在这里吃饭 要付一万八千块钱 我没带够钱出来 或老板看了眼不远处的 温氏鱼和温月 似乎明白过来了什么 行 我替你付 如果我儿子能好起来 我还会当面感谢你 行 我们交换下联系方式 你不要相信温婉 她从小在乡下长大 没什么本领 原来狗都是这么叫的呀 温氏鱼气的脸色铁青 温小姐 我先回去了 或老板 你也听到了 倒是你儿子出了什么事 别找我们温家 狗窜棺材 看给你急的 大哥 晚上八点半 京都那位做医疗器械的大佬 将会在创业路段出车祸 一等下赶过去 就能成为她的救命恩人了 温月是重生的 她有金手指 知道剧情走向 温婉嫁给炮回秦末 一年后 她就会成为寡妇 等顾北辰拿到秦家所有财产 秦家其他人都会下嫌 温婉只不过是个 又蠢又做死的恶毒女配 对我来说 压根没有任何威胁 悦悦 你真是我们温家的父亲 比那个草包亲妹妹强多了 大哥 我也很幸运 能成为你们的妹妹 现在的我 有爸妈 还有你和二哥的宠爱 我真的好幸福啊 宿主宿主 温月靠着知道剧情的金手指 她已经帮温时宇 从一个外科医生 升到了主任的位置 因此温时宇很看重这个妹妹 她聪明伶俐 还能预知未来 正好成为她们温家的助力 年纪轻轻 就能坐到这个位置的 只有温时宇 先生 您总算回来了 少爷抽筋又口吐白沫 刚医生过来 让您和夫人做好心理准备 获老板双死后 小小的姑娘 获燕之是她和夫人的姑子 今年才21岁 平时是杰奥不序 飘身惯养之险 但她并不像一些 做二代为罪作品 忽然间就等了这么个坏 郑光 你回来了 温时宇请过来了吗 获老板摇了摇走 温时宇不肯过来 但她妹妹温婉 给了我两样东西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信这些 温婉是个什么人 我和那些贵太太 打牌的时候 早就听说过 她就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什么都不懂 她弄两张符给你 你竟然信了她的话 夫人 我看她说的挺诚恳自信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试试好吗 霍老板将那个驱鬼 拿到贵 霍老板和霍夫人 发现过燕之在家里 夫妻也在家里 我说了 那是骗人的玩意 你想害死儿子不成 霍老板 霍夫人要淡定一息 忽然想起温婉 教她的作用 她闭上眼睛 立即念了情 有请我司破 太上 你急急务力念 突然 那张驱鬼壶飘到了大门 紧接着便自本燃烧起 飞进的一瞬间 好像有什么东西 从霍燕之的身体里 强了出去 紧接着 温气里强起了 这么凄理的 霍燕之的房间 内骨银森子 顿时散去 霍燕之的身体不再抽搐 呼吸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霍夫人趴到床边 她探了下儿子的鼻息 呼吸均匀 不再十块十块 郑邦 你快点将家庭医生叫过来 家庭医生来了之后 替霍燕之检查了一番 她惊得睁大眼睛 少爷恢复正常了 脉搏 心跳 我们要带她一起 前往温家感谢她 你快将另一道 平安符拿出来 放到儿子身上 万一那邪碎 又缠上了燕之怎么办 好好好 卧槽卧槽卧槽 大哥 我大嫂真是牛掰 她真是要杀蜂们啊 太撒太酷了 我真没想到 大嫂身手竟这么厉害 以后大嫂就是我的神 闭嘴 正在看文件的秦莫 听到秦凡的声音 朝他倪去里 秦莫看了眼秦凡 直接黑了那个群 不准声明没有 群被破解散 大哥 还得是你啊 你真牛 你别多想 没离婚之前 他始终是我们秦家人 知道知道 大哥暗戳戳户戚呢 温婉回到秦家后 秦老爷子拉着他家常 小婉 你觉得爷爷这个人怎么样 阿爷 老头以前不会这般殷勤的 他突然这样 不会是色皮属性发作 看上我这个大美人了吧 老头向来没什么三观道德 老爷子白胡子都被惊得翘了 我就算再死了 也不会打孙媳妇的主意啊 我若是那样做的话 还是个人嘛 虽然我以前也有不做人的时候 我拉着他家常里短 还不是想从他那里逃出以后 谁要弄死我 他偏偏不说 可真会吊人胃口 刚进门的秦莫和秦凡 听到了我老的心声 兄弟俩对视你 大哥 你说爷爷会不会 别乱说 大嫂 你还好吗 绿帽龟不会是收到什么刺激了吧 精神失常了吧 老二 你怎么受伤了 遇到了一个疯女人 没有大碍吧 没事 我皮糙肉后 大嫂 我俩还没有加微信呢 我们加一个呗 没那个必要吧 反正以后你们秦家这些炮灰 又没有真正将我当成一家人 我完成任务后 可是要远走高飞的 情犯愣了一下 大嫂要完成什么任务 她又打算远走高飞去哪 不行 大嫂是我们家的神 是我们秦家的福星 千万不能离开 我哪天得想办法 弄点十全大补药给大哥吃 让大哥和大嫂早日将房给圆了 我把在秦凡的再三期训练 我们加了他微信 我只是跟秦凡加了个微信 秦莫对我的厌恶值 一下子就减少了十 太意外 太惊喜 太吃鸡了吧 小婉 爷爷也跟你加一个 一 厌恶值减少十 限为五十八 温婉内心大为震撼 难不成 跟秦家人加微信 就能让秦莫减少对我的厌恶 若是能加到他其他几位弟弟妹妹的微信 会不会厌恶值直接降到零呢 想到此 温婉浑身血液都沸腾起来 哈哈哈哈 我找到减少厌恶值的秘诀了 不过现在秦冰山其他几个弟弟妹妹不在家 当务之急 我温打击还是得往死里聊秦冰山 狗男人就等着心跳加速吧 老爷子和秦凡互相对视了一眼 两人想笑又不满笑 温婉拿着手机从沙发上站起身 老公 我们周末约个会吧 老公 你如果拒绝我 我会很伤心的 我累个斗 小婉真是够妖精的呀 大二被勾引人 脸色稳俊酷寒 眼底没有半点过来 因为他很清楚 他撩塌 是有所求 并不是有多喜欢他 没必要 温婉气得要死 狗男人 你等着 我温打击一定会将你勾到手的 老爷子和秦凡在温婉里面 606 大嫂 你不要放弃 我相信有一天你能拿下大哥的 二弟 你怎么突然对我转变态度了 大嫂 我今天离开宋芬儿家里后 还发现掉了东西 我返回时看到他跟萧辰偷情 他们背地里还说我是恋爱脑 绿帽龟 哦吼 绿帽龟居然撞破了宋芬儿的仇事 不过你以为你想将他甩掉就能甩得掉吗 人家手里可是有你的果招哦 什么 宋芬儿和萧辰的手里竟然有我的果招 你滥醉如泥以为跟宋芬儿发生关系的那晚 他和萧辰扒光了你的衣服 拍了你的照片 还让你学弟脱光躺你怀里 你真敢跟他分手 他们不仅要曝光你果招 你学弟还会说你抢他 到时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清烦跑上来 找他勤募 我太难了 你懂黑客 能不能帮我删除 不能 自己的事情自己想办法解决 邵伟良不是来夜城跟大哥谈生意的吗 怎么被温家劫足先登了 昨晚 邵伟良出了车祸 是温时宇出现救了他 温时宇是走了狗屎运吧 虽然温家和秦家成了亲家 但两家存在着竞争关系 温家将温婉嫁过来以后 明里暗里抢了不少秦家的生意 大哥 那现在怎么办 邵伟良不跟我们秦家合作了 你岂不是又要被那些只会拿红利的股东老头吗 想跟邵伟良合作的是二叔 他是公司副总 签不了约 与我何干 不对 就算邵伟良跟我们秦氏集团合作 二叔也担不起那个大人 秦凡从小就佩服他大哥 秦末以前的理想是报效祖国 进了特战队以后 各项成绩都极为强烈 可天不遂人怨 母亲出了车祸 成了植物人 四弟也成了残疾 而他们的父亲 在外面小三小四不断 还弄出私生子 还想搏家产 秦末只能退出特战队进入公司 邵伟良 他昨晚不是应该出车祸死了吗 温婉突来的行声 让秦凡和秦末都愣了一下 大嫂 早上好 早上好啊 二弟 大嫂 你早上想吃什么 二弟去给你端过来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到 温婉一边吃早餐 一边打开八卦器 邵伟良没死 原来是被温石瑜救了呀 一定是重生的温月告诉他的 那天改命 他真以为温石瑜将邵伟良救了 就能活过来 呵 半个月后 他就会暴毙 秦凡和秦末身体一抖 那我呢 我们秦家人呢 我到最后 会不会还是一套被人送去非洲挖煤 最后惨死在一国他乡 我才二十三啊 还有大好年华 我不想使啊 温婉朝额头 把花花直冒的秦末看住了 泽泽 真虚 算了 二弟 你别为难自己了 放弃吧 青凡两腿一软 绑在凳子上 完了完了完了 大嫂发话了 他让我放弃活命了 那我可不可以找个痛快点的死法 隔腕太痛 跳牢 我爱惜自己的脸 盛世美颜不想摔成肉泥 吞安眠药 如果没死透 还要洗胃呢 二哥 你怎么了 大嫂 昨晚我跟你说去试镜女三的事 你今天有空吗 将大嫂带在身边 也许比护身符还管用呢 严女三有多少钱 一百万 不过大嫂以你的眼值 严女一迟早的问题 六 严女三居然有一百万 我对演戏没兴趣 但对钱感兴趣 不过今天应该不行 小悠悠 小悠悠 你今天要参加朋友聚会吗 是的 我闺蜜又微生日 她邀请我过去参加生日party 又微 叫得可真亲密 傻姑娘 你将人家当闺蜜 人家将你当敌蜜 你背的名牌包 穿的名牌衣服 她总是问你借 借了还过你吗 美名其约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却胜死亲姐妹 实际上是想榨干你呢 你跟你喜欢的学长结婚后 她每次趁你出差 在你的婚床上 和你老公滚床单 你几次流产 少不了她的功劳 最后你惨死 她成功上位 给你老公生了对双胞胎 还为了不让你投胎 她还找了高人 用八卦阵给你锁魂 哎呦我去 真 情幼幼童 地震 后背窜起一阵 大 大嫂 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 我找机会 会在大哥面前 替你说好话的 我说好话了 大嫂应该就不会 在心里诅咒我了吧 又微平时对我挺好的 我脸上有胎记 学校没有人愿意跟我玩 但又微从没有瞧不起我 还有我暗恋的学长 她也不知道我暗恋她 八字还没一撇呢 哼 小姑娘为人还是挺不错的 只可惜 生在炮灰家庭 不过 只要我能博得小姑娘的好感 秦冰山应该就能对我 降低十个点的厌恶值吧 小幼幼 等一下你去参加 闺蜜生日party 能带大嫂一起去吗 今天这个节点很重要 渣男学长也会参加 她会将小幼幼 小妹 你必须带大嫂一起去 不然 二哥不会让你单独过去 半个小时后 温婉将跑车 开到一栋 她能说会道 借着秦又又好闺蜜的身份 在上流社会圈 结交了不少名媛公子哥 又又 你来了 我们三天没有见过面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我感觉都隔了九个丘了 看到五官里面动人的温婉 白又微愣一下 又又 她是谁啊 秦又又想到大哥和大嫂是有关 她是温婉姐姐 温婉 原来是温家那个不受宠的草包 真千金啊 温婉姐姐 她就是我闺蜜又微 秦又又拉了拉温婉一手 大嫂 你之前说过 在外不能透露你已婚身份 我没有说出来哦 真是的乖宝宝 哎呦 我的小姑子好软好萌 我都想爱她了 怎么办 大嫂千万不能爱我 不然我会被大哥的眼神杀死的 白又微看到秦又又和温婉举止亲密 立即走到二人身边 将温婉推开 又又 你猜今天还有谁来了 谁啊 你暗恋的学长 陆延川 听到陆延川的几次 秦又又的心脏不受控制地跳了 我暗恋了陆延川三年 只有又微知道这个秘密 可是 陆延川以后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她不仅长得帅 成绩还很优秀 以后就算不在一起 我也会感到很开心的 又又 原本陆延川不打算来的 我提到了你的名字 她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 你说她是不是对你也有意思 以往只要白又微提到陆延川的口 秦又又都会面红耳吃 哇 又又 你这款包是香奈儿最新款的链条水桶包吧 嗯 这是我大哥出差带回来送给我的 又又你命真好 哥哥们都很宠你 我若是也有哥哥就好了 不过也没关系啦 我有你这个最好的闺蜜 我们青铜姐妹 这个包 你能借我背一下吗 喝退 臭不要脸的白莲花 背到她身上就不会再还小又又了 现在小姑娘心机都这么深了吗 哎 也不怪小姑子 最后老公被抢 惨死八卦阵所魂 这真是城市人套路深了 请又又浑身鸡皮疙瘩都出来 大嫂真的能预知未来吗 又微 上次你说不想带昂贵的首饰 怕别人说你占我便宜 这条手链不贵 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还有 我专程学会了一道菜 等会我下厨将那道菜做出来 看着秦又又递过来的手链 一看就只有千八块钱 太廉价了 秦又又怎么好意思拿出手的 我说我不想带昂贵的首饰 那不也只是跟她客气一下 她怎么还当真了 秦又又第一眼就看到了 穿着盘色声门站的路沿川 其他人都在打游戏看手机 只有路沿川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 学长 又又过来了 学妹 听说你报考了夜城美术学院 是的 我们学校就在你们学院对面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找我 秦又又和路沿川加过微信 就进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 温婉看到路沿川和白又微 以前以后朝后花园走去 沿川 等下吃饭时 我会将能说出真心话的药 放进秦又又的酒里 她喝完后就会口吐真言 向你表白 你倒是别拒绝 但也别答应 一定要吊着她 让她对你爱得死去活来 路沿川单手抄在裤兜里 不似先前在客厅的孤傲冷漠 你鬼主义真多 我和你一样都想改变命运 秦又又家有钱 她脑子又纯笨如猪 她是最好的利用对象和跳板 晚上好好伺候我 知道啦 秦又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做了一道红烧牌 真真是用了那句 一学就会 一做就废 又又 真看不出来 你做的红烧牌骨色香味俱全 我太爱你了 谢谢大家能来参加我的生日party 希望大家今晚能玩得开心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好规律 我希望她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愿望成真 白又又做完 好情的乐场 这不得 眼神里的含义只有二人知道 秦又又不敢看身边的陆延川 虽然没有看她 但她身上清爽好闻的气息 却时不时传来笔记 都是年轻人 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气氛欢迎又又 温暖没有喝酒 毕竟等一下她要开车 快结束用餐的时候 白又又提出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 游戏玩到第三把 酒瓶瓶口对准的秦又又 她在秦又又的酒里 下了含有绿暗酮成分的药 那种药 喝了之后会让人大脑失去控制 会不自觉地口吐真意 又又 你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吧 那行 你主动对暗恋的人说出表白的话啊 秦又又眼角于光皮的眼陆延川 她发现陆延川也正看着她 十分温柔 她正要说出自己的心理话 谁能借我一把伞 跟他妈下头 谁能想到 白又又又和陆延川 这两位看似不熟的年轻男女 晚上就要滚到床上去了吗 哎呦呦 陆延川喜欢清白又微的痔疮 白又微喜欢闻陆延川 十天半个月才换下的内裤味 过去 牛掰啊 这俩变态 还真是绝配啊 秦又又猛地看向陆延川 她十天半个月不换内裤 太不讲卫生了吧 还喜欢清白又微的痔疮 不对不对 大嫂肯定是误会他们了 陆延川见秦又又盯着她笑 这个丑女 不会趁脑子不清醒 想对我做出什么非分之举吧 又又 你怎么不说话啊 我 我认罚吧 白又微有些亚 秦又又喝了那杯 能口吐真言的酒 不应该什么都不说吧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游戏重新开始 这一次 听口对手陆延川 陆学长 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对一个特别的人说 陆延川细长的眼眸 突然看向身边的秦又又 秦又又被她注视着 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长成什么模样 丑得跟车或现场似的 你配喜欢我吗 跟你在一起 我感觉可以三天不吃饭 因为一看到你 我就想吐 人要有自知之明 别丑人多做怪 喝 若不是看在你家有钱的份上 你以为我多想看你一眼 你知道吗 你每次跟我说话 或是盯着我看时 我都有种恶心感 假装不嫌弃你 其实我被厚吐槽 你头脑简单 骗你东西 只要稍微红几句 就能骗到手 一想到我以后 为了你家的钱 要被迫跟你解决 我就真的想死了 陆延川话还没说完 突然他脸是一样 秦又又眼光通 浑身都在发泡 混沌的思绪 骤然清醒了几分 陆延川朝四周看了他 大家一脸震惊地看了他 就连白又微都处在 震惊中没有回忆 众人的沉默 震耳欲聋 陆延川是我暗恋了 三年的男生 我万万没想到 他的内心静这般阴暗 呵 原来这世上 真有这种吃人不吐骨头 还嫌骨头各牙的人渣与禽兽 陆延川和白又微小猪 温温这次人子 直接将大理石长猪踹翻 刀叉碗筷 菜盘红酒瓶 散落地上 你什么意思 三天之内 将你借悠悠的包 钱全部还给他 不然 下场比他还凶 白又微小的双腿颤抖 脸色发白的拨打 就变化 我是不会放过 那个叫温婉的女人的 还有秦又又 她暗恋我三年 早就对我情根深重 就算我说了真心话 只要后续我哄她几句 她一定还是会重心喜欢上我的 棒了 温婉扶着喝多的秦又又回家 这是秦又又成年 我第一次喝多 她原本以为温婉会阻止她 但温婉却陪着她一口 喝了很高酒 让她发泄情绪 温婉 你水性洋花 放浪不堪就算了 别想带坏又又 老公 秦又又突然从她怀中直起身 她走到秦末的工前 用力推了 温婉和秦末都愣了 秦又又张开手臂 若不是大嫂 我就要被渣男学长骗了 还有我一直掏心掏肺的好闺蜜 原来她早就和陆延川有一腿 她跟我一起玩 只是因为咱家有钱 她和陆延川只是为了设计和利用我 大嫂带我喝酒 是让我释放心理的压抑和痛苦 从小到大 我虽然家庭条件好 但爸爸家外有家 外面还有一个私生女 我一直都知道 她只喜欢私生女 有年我生日 我看到爸爸陪着她的私生女宝贝 说她的女儿最漂亮 家里的女儿是最丑的 她都不愿意带我这个丑女儿出门 大哥 我知道你和几个哥哥都疼爱我 但我就是自卑敏感啊 大嫂带我出来释放发泄情绪 为什么不可以 难道这辈子 我只能当乖乖你吗 秦又高达生女 狠狠将主 我没想到又有小时候 就看到父亲 带着私生女过生日 还说又有是最丑的 不愿带她出门 秦墨垂在身侧的大掌 骤然握成了穷 悠悠 对不起 让你说委屈了 所以 大哥别再骂大嫂了 只有大嫂才是为了我好 秦墨眼神复杂地看了看温婉 叮 烟雾值减少二十 减为三十八 得到小姑子的喜欢 竟然能让秦冰山 对我减少二十个烟雾值 哈哈哈哈 简直爽歪歪 等我再攻略三第四第五地 烟雾值应该就能降为零了 不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攻略秦冰山本人 今晚趁她睡着 我悄悄去偷亲她 看能不能降低烟雾值 哈哈哈哈 烟雾值又降了 离我温打几成功又进了一步 等成功后 我爹要左勾拳右勾拳 外加左右扫堂腿 让秦冰山上西天 秦墨嘴角抽了抽 好歹毒的女人 想早点完成任务攻略我 这辈子都休想了 疯了 暗兰现在还是植物人 你居然要跟她离婚 想将外事取禁家门 还想让外事的子女入秦家族谱 你不要太荒唐 秦静霄是秦墨六兄妹的亲生父亲 锦兰是孤女 从小就被带到秦家当童养席 她无论是读书还是经商 都比秦静霄厉害 秦家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当年也少不了锦兰的功劳 老爷子和老太太一直都很喜欢锦兰 尽管她成了植物人 但从未动过化儿媳妇的念头 外面的私生子私生女 有你自己的儿女优秀吗 你真是脑袋被捋踢了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这个家 你滚吧 以后你不要再回来 我就只当阿末他们几兄妹 没有你这个父亲 秦静霄从不喜欢锦兰 连带着他生的子女一定不喜欢 苍天啊 秦家最大的渣男居然毁了 最主宿主 虽然他是秦家最渣的 但他活得最长久 你说气不气 谁叫他是私生子男主他爹呢 颤抖吧 毁灭吧 秦家早死惨死的炮毁们 母亲嫁给你这种人 真是早了八辈子呗 除了秦老爷子 也只有秦墨敢用这种语气 跟秦静霄说话 我曾经遇到一位高人 高人给我指点 只要我好好对待美臣 将来我会飞黄腾达 还有可能做全国守护 没有我 哪来的你们兄妹几个 秦静霄满眼瞪着秦墨 秦墨长得像景白 性格也像 冷酷又强势 十分不讨喜 秦静霄又看了脸秦墨身后秦又又 他有脸上的零白疤 真是瞅到了极点 压根没办法 跟我外面的小女儿 不言言相比 言言百景清准 我带他出去 谁都夸得好看 秦静霄眼中的嫌弃 让秦又又自卑地准下一个 小又又 在嫂子心中你最好看 父亲 若是你不同意他们进门 我会自立门户 你滚你滚 我看你自立门户 能混成个什么鬼样子 希望你别后悔 我若是后悔你就是我爹 气死我了 混账玩意儿 色批属性就算了 起码底线还是得有的吧 自己的家都不要了 还不是个人了 我是怎么生出这么个禽兽出来 你千万别去你父亲 小婉不错 你好好对人家 温婉手臂上顿时起了层鸡皮锅 千万别 等我完成任务 他在外面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我都举双手赞成 反正我是不会为了一棵树 放弃整片森林 小奶狗不香吗 一口一个姐姐 想想都爽翻天 老爷就同情地看了眼情吗 感情大孙子在人家小婉眼里 半点吸引力都没有啊 这可真不像我们秦家的种 我们秦家男人出马 都会将女人迷得不要不要的 怎么到孙子这辈 全都变了味道 老大没魅力 老二连爱恼 老三在翻译院说 要当补婚族 老四在国外 也没听说哪个女生喜欢她 老五更加不用说了 游泳运动员 一年365天 除了训练还是训练 老爷子仿佛 老大 你倒是扫起来 将他迷住啊 不会扫 也没兴趣 那天他要真绿了你 以后悔都来补击了 夜深 情景消散 他开车回外面 但车子怎么都打不动 他走到路边先给顾曼叔打去了电话 假人来电话了 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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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爸爸 我和妈妈为你准备了宵夜 你还有多久到家呀 快 你可回家了吗 哥哥今天回夜城了 不过他晚上有事情 要半夜才能回来 顾曼叔生的两个孩子都很听情景消的话 不像景兰生的几个孩子 没一个愿意听他们 若是景兰永远醒不过来 或是死在医院就好了 这样我就能光明正大的 带着曼叔回秦家了 等老爷子一死 秦家就是一盘散沙 到时还是要让我回去主持大局 老公 我和妍妍在家等你 爱你 我也爱你 秦静消的脸上笑意加深 结束视频通话后 秦静消忽然感觉眼皮眼皮 他好像闻到了汝汝淡淡的惊喜 等他再次醒来 一青年组 四周灯光黑暗 阴心疼的 不至急 秦静消浑身鸡皮疙瘩都冒着 我死了 小子 被渣男老公分享山 渣男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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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男刚回到秦家躺到床上 渣男 我来秦家了 我在后花园外面等你 等不到你 我今晚是不会走的 哟 搞得还挺深情似的 原主就是吃男主这套吧 我穿过来后 还没有见过男主真人 今晚是得去见见 不然 以后指不定还要缠着我利用我呢 嘿嘿 叶一身 秦家其他人都以为了进入了这里 面子里惊悄悄的 嘿嘿 月黑风高 我温达姐要出去见男主了 别说 这种感觉有点像偷情的呢 贼吃鸡 温婉朝后花园走去 他并没有注意 秦老 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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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人对视了一眼 都明白对方听到了温暖的心声 老大 你这么快就要戴上绿帽子了 别打草惊蛇 这次 我抓件要抓现场 果不其然 在不远处看到了一辆停着的运车 车里的人立马停车上下来 哇 难怪男主会被他迷得不要不要的 哎呦喂 男主长得真不错 身高腿长 宽肩窄 系统里还描述他 每次和温月黑羞黑羞将近一个小时 我去 还一夜七吃了 快猛的嘞 躺在后面 桌间的几个人 老大 你一夜能几次 一次能不长时间 秦 秦 那个女人居然还看这种八卦 真是不要脸 爷爷 大哥还是处男 他刚开始最多也就几分钟吧 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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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按戳戳提醒大嫂呢 还是回去睡觉 大嫂若真适和顾北辰有什么 大哥会将她踢出秦家的 晚晚 你最近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了 就算你上次没有完成任务 我也不会怪你 什么位 他不会前一秒跟温月黑羞完 下一秒连早都不洗 就来找他了吧 他还真是时间管理杂湿啊 北辰哥哥 我最近做了个梦 梦到你利用完我 就将我卖点了别人 你却和温月恩恩爱爱的在一起 我最后死得好惨啊 北辰是呢 他竟然知道我和温月在一起 北辰哥哥 如果你现在能打电话跟温月分手 将秦莫叫过来 让他跟我离婚 我会立马投向你怀抱 以后都对你忠贞不语 顾北辰眉头紧着 他在痴人说梦吧 我怎么可能跟温月替分手 我心里爱的女人 就只有温月 我更不可能将秦莫叫出来 让他俩离婚 这个女人怎么回事 以前我只要稍微说几句好听的话 她就会对我言听计从 死心塌地 晚晚 你知道我现在还是了私生子 各方面都比不上秦莫 我说过 等我强大起来 就会给你想要的 你不是说过 要与我欢难与共的吗 你也说过 我是这个世上对你最好的大哥哥 顾北辰话音刚落 温月突然拿出一把锋利的鼻鼠 他一脸虔诚地递到顾北辰给钱 北辰哥哥 既然前两个条件你做不到 那么你狠狠捅自己小腹三刀 捅得越狠越是代表你对我的真心 我同样会对你死心塌地 你小胸利的一面 在月光下散发着灵灵暗光 你这是做什么 温月只能记下眼睛 北辰哥哥 请你证明对我的真心 大搞不会真让顾北辰 捅自己三刀吧 大孙媳妇有点意思啊 秦幼幼低头不敢看 很怕看到血腥的场面 而秦莫则面无表情地看着月光下人对他 他还记得 上一次看到温月偷偷默默跟顾北辰见 温月看向顾北辰的眼神 买着爱恶的同情 但这次完全没有 他的星子真的换了一个意识灵魂 温月 我以前受益的伤你都心疼不已 你现在却要我捅自己三刀 哼 老娘前世可是拿到了三斤一破大脚 演技可谓是一流 温月装作伤心失望 由此可见 北辰哥哥 你一点也不喜欢我 我可是很喜欢你的呢 不信你看 温月拿着皮手 狠狠地换她自己的小腿 鲜血瞬间渗透了衣服 看到这一股 顾北辰不由的惊恐的争大力 变强妹的几人 也不由的一丁 还不等他们同过 温月又接连捉了她自己的小腿 顾北辰的身子不稳地往后退了进来 温月的身子慌慌 一副要朝她身上倒去的虚弱 顾北辰下得赶紧退退 温月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看来 北辰哥哥一点也不喜欢我 顾 你骗了我 就算我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顾北辰没想到温月 竟是奴子疯癖的偏扯 她吓得什么话都说不出 北辰哥哥 你不要我了吗 北辰哥哥 你以后还会来找我吗 顾北辰脸色发白地吞咽了喉咙 温月 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你这个疯女人 我以后要离你远远 疯了一声 顾北辰蒙抬了 车子急迟而去 生怕再晚一 就会被温婉缠上 大嫂受伤了 我要赶紧打急救电话 耐斯终于吓跑渣渣男主了 长得好看是好看 但谁要一个二手扑 跟温月睡过 又跑来找我 见不见哪 我家那位处男老公 他不香吗 虽然刚开始时常会短点 但调教调教 说不定就 嘿嘿 大哥 爷爷 大嫂神采飞扬 说话中气十足 哪里像是中了三刀的样子 还得感谢宋芬传授绿茶技能呢 没想到我今晚从牧园回来中途 看到有人杀鸡 买了带鸡鞋 这么快就用上了 就是为难闻点 得赶紧回去洗个澡 老大 你媳妇这性格很合我胃口 你要努力点 争取让他对你动心 不出去找小奶狗 虽然我不喜欢他 但不得不承认 他挺独特的 我请家几人连忙往回头 各回各屋 一日 温婉今天要去试镜秦凡凡 温婉到餐厅吃早餐室 老爷子 秦莫 秦凡和秦悠悠都在 小悠悠 你三哥四哥五哥 最近都不回来吗 三哥在翻译院 四哥在国外 五哥在泳队封闭式训练 大嫂 你想见三哥四哥五哥吗 温婉笑而不已 哎呦 要不是为了让秦冰山降低厌务值 我才不想见那几个人呢 秦家老三 和老四是双胞胎 小时候一起被绑架过 当初绑匪只同意放一个人 秦家 让绑匪放下身体不太好的老三 结果老四逃出来时 摔下山城的残废 心里也变得阴暗 还有此恨上了秦家 老五呢 小时候被保姆虐待 关进柜子 我那植物人 活不出车祸时 他也在车上 受了不小的刺激 还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病院 虽然是个游泳天才 但沉默寡言 跟队友们出不好关系 以后下场也蛮惨的 温婉跟着秦凡去试镜前 秦悠悠将她教导一遍 大嫂 这只包我还没有背过 我送给你 将来等我自己能挣大钱了 等大嫂挣钱了 就帮你驱除胎记 大嫂 谢谢你 这该死的父导 我是一天也不小手了 我不仅是颜控肉控 猴杰控乃狗控 我还是蒙妹控 哈哈哈哈 好吧 我承认 我就是单纯的好色 男色女色我都好 姐的心是榴莲 每个尖尖上 都装满了漂亮的帅哥美女 在大嫂眼中 我也算是漂亮的美女吗 用用 注意分寸 大哥真小气 我抱下大嫂 她就吃醋了 秦莫那个不懂情调的冰山男 会吃醋 那铁树都能看花了 爷爷 你看 秦家比你还扎的扎 难上新闻头条了 臭小子 你怎么说话的 爷爷是赦 不是扎 爷爷当年那个时代 只可以去二房三房的 老爷子拿出手机 猛拍了一股锅子 温婉本以为他会生气 没想到下一场 他却终起十足的笑容 这丢脸的玩意 还好他出去自立门户了 老爷子话音刚落 他就接到了不少老伙伴 打来的电话 早上那条新闻 我看了 那丢脸的玩意 出去自立门户了 太出丑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等我家老三老四老五 几个孙儿回来 我得跟他丢脸玩意 半个段亲眼 顺便将重复 补带出名 到时邀请你们来吃习 你们不用随意 放几罐鞭炮就行 秦樊最近筹拍得的新剧叫做 有罪 是一部悬一片 留天才美女作家少雪创作 大嫂 这部剧的原作者 对选角要求严格 不然我直接选你做女三了 公事公办 挺好的 凭我的演技 压根不需要走后门 虽然有罪 只有几个配角没有定乱 但还是有不少艺人过来试镜 几乎都比温婉有名气 大嫂 加油 女三真有一百万 是的 大嫂嫌少的话 我到时再偷药包 给你不点 温婉笑了笑 不少不少 秦樊身为导演 她要进去当评委 温婉有些无聊 看前面试镜的艺人表演 第一位是流量小花 长得清纯如水 是很多男粉心中的白月光 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 我叫林薇薇 我接下来要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 阿爷 青春小姐姐既然喜欢 纹衣妈巾上的血腥味 每次换衣妈巾时 都要闻一闻 每次闻了 就一脸兴奋 前段时间 小姐姐秘密交了个圈外男朋友 男朋友偷拍了两人黑羞时的视频 男朋友喜欢赌博 欠了不少债 最近打算 拿着小姐姐的视频 卖给了债主 为了视频不被曝光 小姐姐 后来又成了债主的金丝雀 几年后被媒体偷拍 她形象近悔 最后她一气之下 嫁给了债主她爹 做起了债主小妈 然后还派人 将圈外前男友 装小蝌蚪的地方捏碎了 哼 说 对付渣男就该这样 就在评委席的情罚 无自觉地加紧霜 还像清存又无害的小花 几年后那么狠吗 不过她经历了那么多 最后变痕也是被逼的吧 撇开她喜欢文艺妈巾 有些变态之外 她演技还是不错的 我等下抽个时间 得提醒她 前男友偷拍了视频的事 看能不能让她提前预防 第二个试镜的小姐姐 自我介绍后 温婉继续吃瓜 这个演技不错 但不能留 她吃三当三 还偷睡漏睡 后续会被封杀 谁若咬了她 最后剧都不能播 会赔很惨 第二个女明星还没表演完 秦凡就在她名字上发了她 一个小时后 轮到温婉试镜 秦凡给了她一个小片段 秦大导演 你没必要再试镜了 少雪小姐 将有罪的影视版权 卖给我了 诉主诉主 男子是你的亲二哥 温一恒 他跟秦凡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都成了 小有名气的导演 两人拍摄风格和题材 都差不多 能力不分上下 从上大学开始 两人就是竞争者 这次秦凡筹拍有罪 圈内都预言 他将会拿下明年 给新人导演讲 温一恒一直在寻找 能跟有罪不相上下的题材 但找了大半年 都没能找到 就在他以为 有罪真要让秦凡 在导演圈名声大噪时 他妹妹温月 让大哥就下了 少雪的父亲少伟良 少伟良不仅愿意 跟温家合作生意 还为此介绍了 他跟他女儿少雪认识 哪尼 相言有罪的 来隔壁房间事件 少小姐已经将版权 卖给我了 秦凡竞联铁金的冲过来 少小姐 我们谈好了 你也看到我的诚意了 怎么会突然将版权 卖给温一行 少雪18岁成名 今年才20岁 就成了版权大神作家 他出版的每一本书 改编成影 电视剧都能爆红 因此他书的版权很抢手 秦岛 抱歉 温岛的大哥救了我父亲 温家是我们家救命恩人 以后我会长期 与温岛合作 我们之间只是口头协议 所以也不存在违约 还请见谅 秦凡牙龈都快咬碎 温婉双手还凶 轻笑道 秦岛团队花费精力找演员 布置场地 找编剧修剧本 媒体好几次拍到他和你见面 都认定了他要拍你的有罪 你现在轻飘飘一句 不存在违约 真是好有法律常识 秦凡恋爱脑归恋爱脑 但在试验上 他还是努力上进的 他给邵雪的诚意很足 当初为了跟他见面 在他楼下站了一整夜 那晚还下起了雨 第二天他就进了医院 他好几次提到签版权协议 但邵雪都跟他保证 有罪影视版权 定会卖给他 若不是他信誓旦旦保证 秦凡又何须花费这么大力气 威艺很早就看到了温婉 但他一直将她当成透明人 在外人面前 他都不愿意提及自己这个亲妹妹 琴棋书画样样不情 步鲁无礼争强好胜 他什么都比不上月月 却又喜欢跟他攀谱 温婉 你闭嘴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分 威艺很好玩 他又笑着对邵雪说道 别理他 一个不懂规矩的香巴了 嘴巴挺臭啊 上厕所没擦嘴吗 真奇怪 臭狗屎居然也能说话了 威艺嫌见秦凡和温婉 合起来唱双簧骂他 他脸自贴 秦凡吃错药了 温婉嫁给他大哥后 好像最不喜欢他的就是他吧 秦凡 你别在这里跟我哄 总之 以后邵雪小姐不会再跟你合作 你若现在能跪下求我 叫我一声爸爸 说不定我还会替你说说行 让邵雪小姐给你一次合作的机会 威艺横话一出 他身后那些演员 全都笑了起 秦凡额头青筋跳了条 他本就患有暴到这 此刻他浑身血液都在沸腾 就在他快要忍不住抢要揍人时 哦 火 有大瓜 温艺横了解秦凡的暴脾气 他已经安排记者在暗角偷拍了 只要秦凡敢揍他 他就会让他鸣声净毁 秦凡想要揍人的拳头 硬生生收了回来 威艺横见秦凡将拳头收回去 他眼底闪过一门 不行 我要将秦凡激怒 让他动手 刚示尽的 只要来到我这边示尽 不论这次能不能成功 我以后都会跟你们合作 来秦凡这边示尽的引人 瞬间大部分就跑到了温艺横那边了 还有副导 厂务 也可以来我团队 以后我跟少雪小姐合作 每个项目都是大爆款 你们也能提高名气 增加收入 好家伙 这是公然挖墙脚啊 就算是脾气再好的人 也不能忍啊 很快 秦凡这边除了温婉 和那个第一个示尽的 清纯小姐姐林薇薇之外 其他人都被温艺横说动 就你这样的人 还想进娱乐圈 你忘了你上大学 都是我们温家替你买进去的 你懂什么是演戏吗 你还是回想下种田吧 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你嘴巴给小爷放干净点 难怪之前大嫂性格古怪 没想到温家人竟这样对他 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呀 你这么护着他 不会是想翘你大哥墙脚吧 秦凡是真忍不得了 就在他拳头即将挥到温一横脸上时 温婉一把将他手臂拉住 没必要理会一个满嘴喷粪的垃圾 站在温一横身后的温月皱眉道 温婉你怎么能这样说二哥 你太没教养了 温一横实在不想多看温婉一 好在他们温家都指认温月 月月你就是我们温家的福星 走没必要再理他们 秦凡气得不行 林薇薇被吓了 秦导很遗憾这次没能跟你合作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吧 林薇薇走远后 秦凡突然想到温婉的心声 他追上林薇薇 告知他前男友欠下赌债 还拍了他裹照的照片 林薇薇震惊不已 你好自为之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谢谢秦导 若是有机会 我会回报你的 秦凡回到事进事实 看到温婉坐在他先前 坐过的位子上的剧本 温时宇真是走了狗屎运 居然能救下邵伟良 温婉指了指剧本 你觉得邵雪能写出 这么精彩的小说 不然呢 这就是他原创发表并出版的 不过邵雪十八岁以后 就没有再出过任何书了 他不出书 之前写下的十本小说 也够他吃一辈子 温婉慢条四里的点开吃瓜系统 嘖嘖嘖 我猜得果然没错 邵家这个瓜 还真是炸脸 秦凡萧辰举 瞬间提了起来 他桃花眼炯炯有神的看小龙儿 邵雪果然是天生坏重 邵夫人当年怀的是双胞胎 她生了邵雪和邵宁一对双胞胎女儿 虽然是双胞胎 但长相并不一样 邵宁是天生的美人胚子 脑瓜子还聪明 八个月就会走路 九个月就会叫人 邵老爷子很喜欢邵宁 邵雪极度邵宁 他六岁那年 找人买了情药 放进邵老爷子茶里 邵老爷子喝下后 情欲发作睡了个女佣 由于年纪大了 他在做的过程中 猝死在女佣身上 邵伟良嫌这是丢人 就没有对外公开 只说老爷子是突发心脏病离世的 老爷子离世后没多久 邵雪就在楼梯上放了豆子 邵宁不小心摔下楼 摔成了脖子 邵家人以为 这只是场意外 邵雪又花掉自己所有压岁钱 找了位高僧 高僧告诉邵伟良 邵宁是个灾心 他若继续生活在邵家 会给邵家带来更大的灾难 邵伟良信了高僧的话 他将邵宁送到了郊外别墅 郊外别墅的庸人 经常虐待邵宁 但邵宁生性乐观 就算不被家人喜欢 他也没有放弃自己 他努力学习 十三岁就开始写作 他将自己写的东西放在箱子里 他哪里知道 坏种邵雪早就 惦记了他的作品 邵宁写了五年 他共写了十本书 邵雪觉得已经够了 他决定不再留邵宁 姐妹俩成年那天 邵雪让人绑架了邵宁 他让绑匪将邵宁间间后杀 邵宁拼命求饶 绑匪强了他 但最终还是舍不得杀他 将他关在了海上一座孤岛上 这都不是最炸裂的 最炸裂的竟然是 看到这里时 温婉的手机 温婉走到旁边接电话 秦凡整个人还处在惊恶状态 没想到 看上去文静柔弱的邵雪 竟如此阴暗可怕 他当年还那么小 就将他爷爷弄死了 还让人绑架邵宁 让人先奸后杀 天哪 这也太可怕了 他的那些成功作品 居然没有一部是他写的 难怪大嫂说 他是天生坏主 太逮毒 太不是人了 邵宁是他妹妹 他怎么可以坏成那样 秦凡现在就恨不得 冲到隔壁将邵雪揪出来 温婉接完电话 看了眼神 哪里 遭了遭了 少年隔腕自杀了 他最多还能活一个半小时 我要不要去救人呢 那天改命 我会遭到报应吗 算了不管了 都是可怜的小姑娘 先救了再说 二弟 大嫂有事就先走了 大嫂 我去被抢了 心情不爽 我想跟你一起散散心 求大嫂别丢下我 温婉无语的犯了 现在我要去码头 你能不能弄到一艘快艇 秦凡就脸上露出笑话 没问题 我马上联系 秦凡已经联系好了一艘快艇 快艇行驶了一段 不然吃什么 温婉看了眼时间 完了完了 离少年死亡时间 只有四十分钟 难道他真的逃不掉 上一世悲惨的命令 少年死了 少雪就能逍遥法外一辈子 毕竟没有谁再能证明 那些作品都是少年写 秦凡也急得不行 他想救少年 那么有才华的天作作家 就这样死掉的话 真是太可惜了 就在温婉和秦凡 都已经 是要帮忙吗 温婉和秦凡同时活 一道清晕仙城的身影 站在另一座海底 秋水简单明亮了 太多温婉 软秦凡 这还真是军人家路 软秦凡将秦凡当成凤鸣 他视线只落在温婉身 这不需要帮忙 需要 温婉率先秦凡一步 动作轻明地跳上 软秦凡的快点 软秦凡最打算 不过秦凡 他正打算起到快点 秦凡很快 赶紧朝他快点上 他差点就摔到海 啊 软秦凡 你个毒素 小爷到底哪里得的 你个毒素 你是在谋杀 大嫂 救命啊 温婉向来没有什么好情形 他知道现在秦凡暂时死不了 他都在快点上翻了下 哇 软秦凡和秦凡 居然还有这么一段过往 也难怪软秦凡看到他就想弄死 他之前对软秦凡做的那件事 确实有够前面 我跟软秦凡第一次见面 他什么话都没说 人家拨我一脸九 欠表人 是他吧 现在他还要蓄意谋杀我 他就是个蛇心女人 软秦凡追求者无数 但他从不打理别的男人 他只跟秦凡作对 也是太爱他的人了 卧槽 我听到什么了 你软秦凡爱我 怎么可能 秦凡桃发眼星红的动向 软秦凡 软秦凡 我到底哪里得这关 我就是单纯看不惯你这种渣男 卧槽 软秦凡现在恨秦凡 是因为二人在国外留学时 秦凡跟朋友打赌 追学院里的一个小胖子 追到手后 他又将人抛弃 秦凡身子很苦将冲 软秦凡 你是不是以前在国外留学的那个小胖妹 我以前真是瞎了头领 爱之身 奋出气 这爱脑你可千万别再错过这么好的姑娘了 上一世你被卖到非洲蛙没空 软秦凡跟家里决裂去寻你 找到你时 你已经被人打得忍耳密切了 为了救你 他跪下来求人 但那些人看他长得漂亮 冻得歪面 他誓死不成 那些人想要用你来威胁他 他就死死苦着 你被人打死之前 他先一步被人活生生打死 救命啊 怎么会有这么迟情 又这么傻的姑娘 秦凡狠狠愣 我没想到处处跟我就会的软秦凡 竟对我用情至深 最后竟还因为扑着我而被人活生生打死 这一世 我绝不能再让那样的悲剧发光 我这种人压根配不上软秦凡 秦凡为了让软秦凡彻底分手 你不可知道现在还喜欢我吧 现在你不胖 长这么漂亮 我不介意陪你玩一玩 曾经那个像光束 出现在我生物里的大男孩 终究只存在于我的幻想 秦凡你若有时间 我们去酒店开监房 他没说的 就像一把尖刀 等粉刺进阮青凡的心 秦凡 我真后悔曾经遇见你 你放心 以后我不会再跟你针锋相对 以后见到人 我只将你当成陌生人 恭喜软美你 青州已过万重山 就该这样 为了个男人丢掉自己性命 真不值得 尤其这个男人 还眼下跟一个变性人谈过 这世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狗男人 不知道温婉和秦凡要去拿 他没有拨问 安静地跟在他们身后 救命 等发现少宁的时候 少宁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手腕上的鲜血涓涓而出 看到行动通稿的少宁 秦凡和软青凡都愣了 温婉立即上前 他从包里拿出要帮少宁指去 指完血 他回头看向软青凡 你有手帕或丝巾吗 软青凡立即将自己的手帕递给温婉 温婉将少宁的手腕包扎 大嫂 让我来抱她吧 虽然少宁瘦 但怎么说也有个八十多斤 一般女生抱着都很费劲 但下一秒 秦凡就看到温婉轻轻松松将少宁抱着 他甚至还颠了颠 十分轻松的样子 少宁看着将她抱在怀里的女人 好好活着 以后破天的富贵等着你呢 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 我们会帮你讨回公司 你父亲少伟良也会遭到报应 相信我 谢谢你 你派两名保镖过来 好好守着少宁 大嫂放心 我这就去安排 我们等一会去西三清吃饭吧 不用了 今天你帮了我的忙 改天我请你吃饭 面对温婉时 阮清欢清理仙诚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好 要不我们加个微信吧 行 阮清欢走后 这么漂亮的姑娘 你真没半点兴趣 秦凡的眼里闪过一複杂 阮清欢上辈子对我的情意 我几辈子都还不完 我若是炮灰命运的话 对他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他不要再喜欢我 没兴趣 哇 温婉和秦凡前往西餐厅吃饭 吃到一半时 宋飞儿连着挡了两个电话 见秦凡不接听 他就没有再继续挡过来 不操 劲爆 宋飞儿在酒店里给秦凡打电话 秦凡不接 他立马就跟萧承滚起了床单 萧承还真是急不择时 真的是饿了 秦凡看了眼手机 他派出去监视宋飞儿的保镖发来的消息 耳上 宋小姐和萧先生进了夜城大酒店 1211房 秦凡立即将宋飞儿和萧承开房的信息 转发给了齐染 齐染就是抓到萧承秘密交往的附加钱金 他标还有波浪 若是抓到和宋飞儿开房 不会轻易饶过他们 宋飞儿和萧承正滚的起劲呢 学弟过去了 哈哈 他们居然三人行 妈呀 好会玩 可惜了 没有图片 只有文字描述 这大尺度真是堪比小电影 三人一边降降酿酿 一边还商量着 怎么设计和讹诈恋爱呢 秦凡俊连铁青 大嫂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了 1211房已经乱成了夜 齐染带着保镖过去抓的间 酒店他家有股份 他直接找钱抬药的房卡 他没想到萧承会背着他出轨 并且出轨对象 还是一男一女 齐染想都没想 他直接上前 扯出宋飞儿长发 狠狠扇了他几巴上 宋飞儿鼻青脸肿 狼狈不堪 齐染打完宋飞儿 又打了学弟 齐染还不许他们三人穿鱼 他直接拍了照片 秦凡过来时 恰好看到这一名 凡哥 我是被强迫的 你救救我 快救救我 秦凡看着脸歪丑陋 不看的宋飞儿 他站到他身前 虚高临吓的看着他 宋飞儿 你真将小爷当成傻子 你他妈就是个变性人 你在小爷面前 装什么清传 当初我快点出事 你及时出现救我 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吗 听到宋飞儿是个变性人 萧承 我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 既然你玩这么大 应该不怕被全国人民看到吧 萧承 学弟 还有宋飞儿都吓得不行 然然 我再也不敢了 萧承见其然无动于衷 他又求秦凡 凡哥 我们是好兄弟 你看在以前 我俩的交情上 放过我一马 秦凡 我和宋飞儿 抓到我的财产 当初我这边犯的关系 还让我变动交 最后叫我拍的 非洲美国的好兄弟 行 先将你们拍的照拿出来 萧承几人痛苦说了 拍照片的事 只有他们三人知道 秦凡是怎么知道的 秦凡视线又落到宋飞儿身上 宋飞儿 我前段时间给你的五千万 就当是我给你的分手费 以后我们一刀两断 什么 秦凡还给过宋飞儿五千万 他没有 萧承立即拿出自己手机 翻到秦凡和学弟那些照片 凡哥 照片都在这里 秦凡将照片删服 仔细查看了下萧承的手机 查清没有被分照片后 他眯了下眼眸 所有照片都在你这里 是 照片是我拍的 只有我有 话音刚落 他的手就被秦凡 萧承疼的直抽冷气 凡哥 你说过 会放过我的 秦凡向来不是什么善查 他们前世是怎么对他 这一事 他就要怎么对他们 秦凡让秦凡将人交给他后 他让保镖将萧承和学弟送到非洲 然后又将宋飞儿卖到了红灯去 凡哥 凡哥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守物 我安排到秦凡身边的人 全都成了废物 为什么明明前段时间 秦凡还很信宋飞儿的话 恨不得将心涛给他 为什么他会突然间转了性子 还有温婉 一直舔我 一直对我的话言听计从 那天晚上 对着他自己的小腹连筒三刀 他简直就是个疯批 我要将他们全都毁掉 只要他们没了 秦家迟早是我的男中之物 顾北辰现在最忌讳的就是秦莫 他手机铃声响起 谢家打来的电话 顾北辰 你让我抬高 以三十内快递的竞标价 你说秦莫一定会加价竞争那快递 今天竞标结果出来了 秦莫只报价一万块 那快递有问题 现在我们谢氏集团花五十亿投票成功了 你说怎么办 若是那快递开发不了 我们集团岂不是血亏 怎么会这样 我在秦莫身边安插了那个 他收到的情报 明明是秦莫花了将近六十亿准备竞标 怎么可能只出一万 难不成 秦莫也发现那块地下面有古墓了 顾北辰 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谢总 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请给我一点时间 温婉准备睡觉时 房间门突然被敲散 大嫂 大哥回来途中出车祸了 哦 大白已经告诉过我了 秦冰山受了伤 但他没有生命威胁 大嫂 我们现在一起去医院看望大哥吧 温婉根本不想去 我身为他的太太都不去的话 秦冰山一定会更加厌恶我 现在我受伤了 正是我表现的最佳时机 好 大孙 怎么会出车祸 是不是有人在你车上动了手脚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不带 温婉翻着吃瓜戏 想看看秦冰山到底是怎么出了车祸 哇 原来是顾北辰以血换出他养的小鬼 让他去夺了秦冰山性命 但秦冰山身上阳刚之气太重 结碎之物一般都不敢靠近他 小鬼没伤到秦冰山 反倒被秦冰山的阳刚之气伤吧 哎呦喂 顾北辰接下来要奉献更多的血 去寄小鬼了吗 难怪他年纪轻轻 就能成为影帝 原来是养了那么多玩意 他不知道那东西一个不小心没养好 就会遭到反噬的 秦老爷子和秦冰山对视了眼 遭到反噬 也是他活该 用这种阴毒的手段害人 终究会害己 我真想不明白秦尽销 放着自己优秀的儿子不爱 非得看中外面的私生子 他知道那私生子手段阴损吗 就那么个狠毒玩意儿 还是男主 我们真的在一本书里吗 写这本书的作者 也是脑子有坑吧 确定秦末没有大问题后 老爷子将其他人都叫做 独独只留了温婉 秦末见老爷子 连护工都不给他留一个 爷爷 爷什么爷 有你老婆照顾 你就偷着乐吧 秦老爷子说吧 陶温婉悟出慈祥和爱不想 小板 我将阿末交给你的行吗 温婉打了个OK的爽事 行 当然行 嘿嘿 我马上就能对秦冰山上下起手了 他等一下总要擦洗吧 先从哪里擦起呢 胸肌 腹肌 人欲线 还有 哎呀 好害羞哦 恶恶的腰不是腰 是夺明散朗的完蛋 你也跟爷爷他们一并回去 温婉漂亮的狐狸眼瞒了瞒 笑容艳恋惚人 老公你放心 我不会吃了你的 吃得你骨头扎不胜 狗男人 你逃不出我温打几魔掌 秦末眼底一片声 你也回去 温婉看着男人黑沉沉的眸光 她心里一阵无虑 她是有大毛病吧 老娘留下来伺候她 她还一副受到极大羞辱的表情 再惹老娘生气 老娘半夜等她睡着 给她剪成太监 莫名的 秦末感觉那里头 被子下的双腿 独自觉的夹紧 这个毒妇 还好我能听到她的心声 不然一定会被她拜表做迷惑 老公 你吃水果吗 不吃 老公 我哪里做得不好 你说出来我改 你就不能对人家温柔一点吗 秦末偏过头 不去看这个女人 温婉见她不理她 美眸流转间 似乎想到什么 她也就不再自讨回去 狗男人 我就不信你 晚上不吁吁 你腿受了伤 总要人扶的吧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秦末还真想要去洗手间 我一只腿打着石膏 靠自己根本没赶去 但要让我求那个女人 绝不可能 秦末实在撑不下去 伸手按了下并方便 一个年轻小护士 秦秦桑 你有事吗 现在有没有值班的男医生 没有 死有女医生 狗男人再不求我 明天就是她被尿涨死的 头条新闻了 秦末面色冷静 有那么一瞬间 恨不得将那个 该死的女人错不扬灰 她挥手让护士的女孩好 温婉 扶我去洗手间 温婉生了生来 老公 求人要有求人的姿态吗 好嘛好嘛 只要老公说句 公主请扶我上洗手间 秦末咬紧后操牙 温婉见男人不开口 她揉了揉平坦的小妇 肚子有些饿了 我先出去找点吃的 可恶的女人 她绝对是故意的 公主 请扶我上洗手间 温婉看着快要炸毛的来 好的嘞 公主来咯 嘿嘿 看着受伤回来的小鬼 不被沉眼里满是不可思议 秦末现在怎么样了 小鬼沉不灵了 眼睛变得失去 你没有完成任务 话音刚落 老公 要起来去洗手间吗 我等一下让路珠过来照顾 你不用再来了 不行哦 照顾老公是我的责任 嘿嘿 听说男人早上意志力 是最薄弱的时候 我趁机撩秦冰山的话 他会不会把持不住 温婉曼妙的身段 不自觉地朝男人靠近 老公 需不需要我帮你啊 温婉 别发糟 话音刚落 他性感的猴姐 就被胆大包 听到有人咬了 这个疯语人 老公 我现在已经改变了许多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对我有好改啊 这天天要撩狗男人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好想跟他离婚 外面的世界那么大 姐姐好想出去浪你了 温婉 我永远也不可能洗她这 你滚 不是吧 没想到我只是咬了下他的喉姐 他反应就这么大 秦莫这种狗脾气 换成哪个女人都受不了吧 妈的 总有一天 我要将他撩到手 然后再将他狠狠揣开 你在多大都做什么 秦宴里 秦莫那位在翻译院上班的三弟 我靠 大白 姐姐不见 你怎么变样了 宿主 拜托 我可是系统爱 就凭你水视频的时间 我差点都快净化成人了 天杀的 垃圾系统 宿主宿主 跑偏了 回归正题 不得不承认 金家这些炮灰的颜值 都精致完美的无可挑剔 只可惜被人陷害入狱 在牢里被受折磨 最终感染病毒致死 长得人模狗样 难怪入狱后菊花不保 秦莫现在已经习惯了 温婉 不惊人死不休的心声 但秦燕里不一样 什么鬼 我刚刚好像听到温婉说话了 但我并没有看到她张嘴 温婉看到秦燕里脸上的表情变了 她那是什么表情 看到我好像见鬼了一样 不过想想也是啊 顾北辰妹妹顾炎炎暗恋她 当初为了讨好顾北辰 园主也是 做了很多蠢事 好恶心啊 温婉是不是脑子出现问题了 爷爷他们是怎么放心 将大哥交给这个恶毒女人的 大哥 你受伤了 怎么让这个女人来照顾你 看看对她敌意满满的秦燕里 温婉损了损肩膀 老公 你吃什么早餐 我去给你买 不用 等下佣人会送过来 温婉百无聊赖地坐到沙发上 继续抓昨晚没有看完的剧 大哥 车祸是原为还是意外 算是意外 你最近不是在京都出差 怎么有空过来 云云妹妹今天结婚 我等下要去参加她的婚礼 季婉的婚礼 对 季云还很小的时候 季婉带着她在秦家座活佣人 季云是早场 反应比正常人要的女孩 她上学时经常被欺负 秦燕里发现后 就让她跟她一起坐车回家 继云暗恋了秦燕里许多女孩 大学毕业时 鼓起勇气跟秦燕里表白 但秦燕里是不昏足 我会永远将你当成妹妹看待 她死了 突然听到这三个字 秦洛和秦燕里都亂了 她吊死在婚房了 挺可怜的一个小姑娘 哎 没救了 已经死得透透的 秦燕里刚想说点什么 手臂突然被秦莫拉走 这个草包大嫂倒是好本事 她到底安得什么心 居然还诅咒秦云妹妹死得透透的 温婉的心声应该不会出错 秦云怕是已经不在了 大哥 我要去参加婚礼了 让你大嫂陪你一块去 大哥 你让那个疯女人陪我去 听大哥的安排 还有 对她方尊重点 她是你大嫂 知道了 温婉 我受了伤 不便去参加秦云的婚礼 你替我去一趟 三少 你来了 恭喜继书和继审了 哎呀 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女儿 能嫁给周家这么优秀的儿子 周崇迁跟秦燕里一样 在翻译院上班 那是普通人想进都进不了的地方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若不是这个老妈子爱慕虚荣 逼着季云跟周崇迁交往 也不会酿成不可逆转的悲剧 新郎周崇迁快速朝楼上出去 秦燕里想到温言的心声 跟着宾客一起往楼上出去 继云脸色惨 死状十分可恶 秦燕里脑海里嗡的一声 几乎一片空白 云云 云云妹妹 我的女儿 当初我就说了 云云不想嫁就不让她嫁 现在好了 酿成了悲剧 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你还她命来 是她害死云云的 这是云云写的日记 她从小就暗恋秦燕里 可秦燕里一边对她好 一边又不答应她 对她造成了巨大伤害 云云跟我结婚 她是想忘掉秦燕里 可她早就被秦燕里 伤透心患上了重度抑郁 我真的没想到 她会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结束她自己的生命 继续看到日记里 季云对秦燕里爱慕的 三少 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 你陪我女儿 温婉站在不远处 看着失魂落魄 像是受到重大打击一般的秦燕 她无语地摇了摇头 她不会傻缺到真心了 她就是害死季云的罪魁祸首吧 暗原剧情 秦燕里因为季云的死 受到重大打击 让周崇迁升了值 还对周崇迁产生愧疚心理 最后她在老已感染病毒 也有周崇迁的手笔 温婉什么意思 难不成 季云的死定有蹊跷 靠 这周崇迁有够歹毒的呀 季云死之前 录了段视频 她将内存卡寄给了秦燕里 这傻区不会是没去看信箱吧 没多久 警察就过来了 季云的尸体要带回去进行检查 确定她是自杀后才会检查 婚宴变成了桑宴 所有宾客都有些毛骨损 你先送我回公寓 秦燕里走到信箱前 里面什么都没有 她抖得响起 早上去医院看望大哥秦 她清理了一次信箱 里面有个白色信封 她打开看了眼 箭里面没有东西 就扔进了垃圾里 可惜 垃圾桶里的垃圾 已经被清洁工倒掉了 难不成她知道 季云给她寄了内存卡 也许是季云生前发信息告诉过她吧 一到垃圾站 平时有截屏的警察 被公司就终于去 秦燕里找了一个多小时 也没能找到她扔掉的白色信封 垃圾站那么多垃圾 她能找到才怪 到垃圾的大爷 上午收完垃圾后有点不舒服 便没有将垃圾倒进垃圾站 这会儿垃圾车还在她家园门口停着呢 她是不是故意的 算了 多亏她提供这些信息 不然我就算找死 也找不到想要的东西 你好臭 我想去收垃圾的清洁工家里看看 你开车送我过去 麻烦谁 麻 烦 大 嫂 果不其然 思燕里找到了她扔掉的那个白色信封 二哥 大嫂厉害吧 二哥也能听到 是 只要是秦家的天选之子都能听到 比如 扎爹就听不到 这次确实多亏了大嫂 所以 我们要联合起来 做大嫂和大哥的神助攻 不让大嫂出去找小白脸 这里面我放了十全大补药 你平时做事比较稳重 大哥也信任你 你想办法让大哥喝下一碗 大哥还在住院 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 大哥只是腿受伤 那里又没受伤 再说 现在不讲究传统女下男上了 也可以女上男下 秦凡和秦燕里兄弟俩进到病房时 吸引传媒的资深女演员周梦涵 正在跟思末谈解约的事情 二少 三少 周梦涵从小含着金样式出声 在娱乐圈有着人间富贵花之称 他演的电视剧拿过好三次时候 他嫁的老公跟他门当户对 是豪门总裁 婚后也很支持他事业 他是为数不多事业 家庭双丰收的女明星 突然想要解约 周梦涵是实力女演员 不靠发编新闻炒流量 是吸引传媒的中流砥柱之一 我三十多岁了 跟我先生还没有孩子 以后想以家庭为主 正好我跟吸引传媒的合约快到期了 还望秦总能放人 周梦涵也太爱他老公了吧 他老公给顾北辰投了十几个亿 让他补传在谢家那里造成的损失 让他解约后 跳槽到顾北辰的北影传媒 顾北辰哪来的本事 竟然能说动周梦涵老公 难不成 顾北辰和周梦涵老公有一腿 这不太可能 周梦涵老公是妥妥的直男 也是商界精英 梦涵 你在吸引传媒将近八年时间 我和你也算得上朋友 你若真要解约 我也不为难你 只是你真舍得离开吸引传媒呢 秦总 实不相瞒 我老公想让我签约北影传媒 你老公想让你签约 你就一定要听他的 若换成以前 周梦涵还会拒绝 但最近半年 他老公好像对他冷淡了血 他们已经半年没有通过访 真的不好意思 秦总 我去 这也太炸裂了吧 靠靠靠 还能这么玩的吗 到底是个什么怪啊 你倒是一口说出来了 温婉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他默默在脑子里消化了三年 郭北辰太牛掰了 不愧是男主 他竟然在国外开了家动物纪元 在那里 男女舒适度方面 女人都只能排第五 第一是海豚 第二是羊 第三是章鱼 正常男人跟他那啥之后 就不会再对女人感兴趣 顾北辰靠着这个行道 俘虏了夜城好几个大佬 周梦涵大概做梦 都没想到 塞了他的 竟然是只海豚吧 靠 周梦涵老公玩的那么变态吗 等我完成攻略任务 要不也送秦冰山一只母海豚 那女人真特么敢想 他敢送的话 我会剁了他的 回头我让陆周 将合约拿给你 谢谢秦总 大哥 我们给你送了补汤过来 喝了有益于您身心健康 嗯 喝吧喝吧 你二弟放了十全大补药 喝了憋不死你 反正我是不会替你解决的 大嫂真特么神了 这都能看到 那我们以后 岂不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吗 你们俩一人到一碗 将汤喝了 哈哈哈哈 行冰山居然发现了 不愧是我们大哥 洞察能力还挺强的嘛 大哥 我看不用了吧 好 这还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老公 我突然想去旅游了 你想去哪里游 想到你被我一夜游 老公 我今天拉了很多事 都怪你 想你一遍又一遍 温婉 为什么你说话这么油腻 因为宝宝我爱你 你是不是真以为我是柳夏慧 大白 他身体里的DNA是不是为我动了 宿主 很遗憾告诉你 便没有 靠 我的骚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还是小趴菜 他是不是不行了 温婉 替我滚出去 温婉出去后 没多久 他放在床头柜的手机响了钱 秦末拿起温婉的手机看了你 是个陌生号码 正准备叫他进来 手指却不小心滑到了接听间 是温婉吗 我是霍燕芝 听我父亲说 上次多亏你救了我 以后我能叫你小炎炎吗 小炎炎 明天你有没有空 我想明天约你 他没空 父亲说的是这个号码呀 没打错呀 我刚没听清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就是那个顶流霍燕芝 我看过你唱跳的舞台 特别棒 行啊 有机会我们约着见个面 刚接电话的那个男人啊 路人甲 老公 我俩领证后 你不是警告 我不能在外面透露 我们隐婚的关系吗 我说路人甲 你不会生气吧 我也跟你说过 婚姻期间 不许给我戴绿帽子 老公 我只是跟人家见面吃个饭 又不做别的 你怎么会想到绿帽上面去呢 就算给你戴绿帽 也是老娘攻略任务之后啊 爱与被爱命运 叫人 去怀 这次我不想遇到 温婉刚在病房吃过早餐 请燕酒 大嫂 我们俩还没有加微信呢 呦 丁 烟雾值减少时 显为二十八 温婉 你过来 老公 这 最近你表现不错 赏你 呦 他以为自己是皇帝啊 还赏我 里面第一张就是不限额的黑卡 还有个大商场 餐厅 会所等高级场所的会员卡 我第一个乖乖 确认过眼神 这是我想撩的人 老公 谢谢你 我真是爱死你了 老公 你需要什么 我等一下到商场给你买回来 随你 顾北辰坐在车里抽烟 温月和温一恒去商场买衣服 明天就是有最影视版权的签约仪式 温月身为女主角 她想要买多一点漂亮的衣服 顾北辰抽了几口烟 她突然看到温婉 温婉自然早早就看到了顾北辰 她快要经过他身边时 人当没有看过她 温婉 呀 竟然是顾影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刚踩到你了吗 你这个东西 哎呀 我最近眼睛近视了 看东西不太清楚 将你踩疼了 真的很抱歉呢 婉婉 上次晚上 你恶作剧捅自己三刀 吓唬我的事 我不跟你计较了 你之前不是想去我公寓 给我做顿饭吃吗 这个周末我有时间 你可以过来 北辰哥哥 刚你脸上有只蚊子 温婉摊开白嫩的手掌 上面果然有只被他打死 晚晚 别再跟我闹了 用这种方法引起我注意 只会适得其反 不不不 你错了 我不是闹 而是痛打 敢PUA老娘 利用老娘的丑戏狗 别再自作多情 你连我老公的一根头发色都比不上 呸 渣男 滚起八蛋 主编 你放心 我这次偷拍到了 顾北辰 被一个美严女人 狠三两巴掌的视频 明天这新闻肯定能成为头条 但女人应该还不是娱乐圈的 但我看着有几分验书 好像是文家那位18岁被认回来的草包千金 估计他想归舔顾影帝 但顾影帝不喜欢他 他就恼羞成怒了 嘖嘖嘖 王记者 将相机给我看一眼 王记者自然不会将自己吃饭的行李交给文言 你就等着明天上热搜吧 不被城市影帝 粉丝上衣 你打他 就等着被网包被人扔吧 我觉得你家的瓜 比我打雇影帝更加精彩 我家能有什么瓜 王记者年轻时忙于工作 忽略了感情生活 三年前 他娶到了一个带着弟弟来城里打工 但美少妇 美少妇嫁给王记者不到一个月 就怀上了他的孩子 次年就给他生下了一个漂亮白金的女儿 王记者不妨回去查查 你女儿是不是你的种 若查出来不是你的种 你又查不到他亲生父亲是谁的话 不妨来找我啊 先别急着 将我打雇影帝的新闻发上去 你还有求我的时候 这女人看着漂漂亮亮的 怕是个脑子有坑的吧 我女儿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 再说我自己就是干八卦记者的 若我老婆出轨 我早就发现了 导购 麻烦把那条裙子拿给我试一下 梅雨 这条裙子 接着就是为你两身顶足地 你穿上台好开料 二哥 我喜欢那条裙子 怎么出来逛个街 也能遇到白脸化女主 温温 你有钱买吗 快点脱下来让给月月 凭什么 她算哪根葱 你别不是好歹 你一个香花佬 穿什么都没气质 你别东施笑评 丑人多作怪 还有 若是你为了引起我注意 想让我认你这个妹妹 你最好识去听话一点 姐姐 你上次在饭店吃饭 一万八都付不起 这条裙子 估计要六位数以上 你没有钱 就别为男人家导购了 万一你将礼服弄坏了怎么办 毕竟如同二哥所说 姐姐从小在乡下长大 听到温月的话 导购看向温婉的眼神 立即发生了变化 给女人开上去漂亮 悠悠起子 没想到是外表装出来的 连自改地切都扶不起 拿来的钱买高档礼服 小姐 请你了一句偷下来 最后出门有罪 哪个下水道没带好 让你爬出来了 姐姐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你自从回温家后 样样都要跟我争 现在连条裙子 也要跟我争了吗 给你脸了是不是 快跟月月道歉 不需要你别脸 我特么嫌丑 温婉 我明天就要和少雪签约 你是不是想来 我新剧演的角色 我可以赏你一个小角色 但你现在 必须好好跟月月认不错 我要经厂 让保安将这两人赶走 听到温婉的话 温月就连导购 都好似听到了天大的少年 温婉 你就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吧 你知道我和月月 是这家商场的钻石会员吗 导购 告诉她 拥有这张卡的权限是什么 拥有最次卡可以清唱 最次可以让其他骨可以离开 你再不将你付款下来 我就要叫帮你来咯 温婉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用做 温爸温妈 两个哥哥 还有顾北辰都会替她出口 二哥 我看要不算了 这件礼服 我替姐姐买单送给她吧 她那种香巴佬 不配穿这么高档的礼服 比钻石卡更高级别的 是什么卡 皇冠卡的皇冠卡 只有我们上场打了白才有 仅次一张 权限呢 上场里所有小匪都灭的 不经快清唱 还能将不喜欢的 可以拿回黑名单 将他俩拉入黑名单 再轰出去 温婉 你既然弄了张假卡 你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 导购小姐 你也不认识真与假 导购不知道卡是真还是假 毕竟皇冠卡在大老板手上 大老板又从没有来过 请你麻烦过来 姐姐 你还是赶紧换下礼服离开吧 等一下报警了 你是要被拘留的 温婉举起了手 温月剑刺 以为温婉要打她 立即躲到温一横身后 温月 我手有点酸 你躲什么 怕我打你 好让温一横做你的挡箭牌 嗯 姐姐 有罪的影视版权 二哥定了我是女主角 你想打伤我的脸 让二哥心细拍不成吗 你真是恶毒 等经理来了 我看你怎么收场 不一会 商场经理就过来 哼 卡是假的 大老板最怕他老婆 怎么可能将卡给这个女人 难不成 秦冰山给了我一堆假卡 按理说不太可能吧 温婉 你还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我们温家 怎么会出你这种疾皮 谁敢说他的皇冠卡是假的 对我刚才开始购物 感谢观看